我保護我的貴民 我保護我的主民 我是這樣做的 但是 您建源現在是怎樣 叫我們貴民自己負責而已 這不是集結組的問題 這是台東的問題 署長你們同意我的說法嗎 而且我現在先問你 當初剛開始的時候 你們的報告裡面也有寫 你們有三個管道 去做所謂的通知漁民的動作 對不對 包含著什麼 包含著剛才講的 第一個就先請他們通知趕快離開 然後通知外交部去抗議 然後聯絡海巡護理 對不對 署長這你講的 好 那我就來跟你討論一下 那一天的廣播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廣播的內容到現在已經18天了 你們到底 廣播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內容是什麼 我找一下 還要找一下 因為 你跟政權要沒有在調教 我們現在在這裡 立法院來勉強說 那一天的廣播內容是什麼 你有放在心裡面嗎 因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資訊 你有叫他們到底趕快離開嗎 當然有 有 叫他們趕快離開 那你有通知海巡護理嗎對不對 有 好 來 那我要請海巡署副署長 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把這個 廣播的這個這個這個內容 好來 說明一下 你說 今天 那一個內容 今天18日上午 接到了日本代表處 所以 要請我們的廣播電台 去做廣播 好 請他們注意 沒有叫他們離開 以前的官吏是不是叫他們離開 我想這部分 因為他是我們的這個經濟水域 那我們要提醒他 你叫他們注意 他就叫公海 好 公海 這個就是重點 走去紀元地公海 你叫他叫我們的主委 我們走去 有什麼大動作 說可以保護我們的市民 好 相同的 你就有聯絡海巡嘛 對不對 好來 海巡署副署長 來 委員好 有跟你們通知對不對 對 好 你們通知以後 你們 4月19號有航向 衝之鳥礁 對不對 是 好 有沒有到達那個 海域 報告委員 那個4月18號的跟這個 這個414號是兩個案子 4月18號是通知有四艘 四艘我們第一時間 徵補後就馬上過去了 過去的到了 到了一半的路上 因為這四艘已經 快離開那個200海裡 所以我們就折回來 折回來到台飛海域去執行 那個我們台飛的 那重點是 4月 24號的時候 余月署是不是通知你們 沒有 余月署通知 所謂的 這個漁船 說叫他們 不必離開 余月署 你們到底有沒有通知漁船 說不必離開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在19號的時候 我們就告訴他 我們就是 請我們同仁 去通知這個船主的這個太太 告訴他有這種狀況 要請他們的這個 這個 好 所以簡單的講 你通知他們離開 那 所謂的海巡署這邊 認為他們都已經離開了 不必再去做呼籲動作 已經快離開200海裡了 所以你們就沒有去 你們就折返了 對不對 那個都離開了 報委員 現在是兩個案子 都離開了 兩個案子 現在兩個案子 4月18號有四艘 對好 4月18號四艘 那時候 東盛級案子都沒有發生 好 4月18號四艘 那東盛級 他進去到 只是在 離開那個 沖之鳥礁是150海裡的地方 就被扣了 那這個時候 海巡署有沒有通知你們還要再去呼籲 有 兩個案子嘛 有 為什麼沒有去 有 有去 我們 我們政府要出發 出發的時候 他在 因為他很快 5點鐘就被查過 所以我們 去的 因為沒有 所以意思是說 你們還沒到人來給你 所以你們是新有餘的 你錄足 報委員 那1007海裡 好 我知道 我都知道 好 要走幾點鐘是怎樣 所以你們有做這個動作 但是在你們還沒到 第一件風你還沒到 對 是 所以 未來 如果繼續再持續發生怎麼辦 所以 你們海巡署 被通知的時候 在這個200海裡的範圍內 時候 你們去到那 簡直說 叫做什麼 原水救不了靜火 是 是不是這樣 是 好 那 漁業署署長 那這樣護衛有個批用 所以現在的話 海巡署 他現在已經 要在那邊護衛一個月 好 護衛一個月 那 外交途徑怎麼解決 我要講的是說 今天 我們都認定 他沒有200海裡的 200海裡的所謂的經濟海域 那今天我們的漁船在那邊 我們台灣以前在那 完全沒辦法受到政府的保護 受到政府的這個朋友保護 在那 以前 只是說的 只能夠祈求上昌 那就這樣 好 那我們外交部 外交單位呢 你們去抗議的結果怎麼樣 報告委員 報告委員 歷來呢 都有向日本 表明 他沒有 主張200海裡的 那結果他們重點在於什麼 他們不接受 他們不接受 他們強調 他們 有權 主張200海裡 所以我們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就請日方呢 尊重我們的漁船在那裡 是一個公海 有捕魚的這個權利 但是呢 同時呢 我們也含請農委會 要告訴我們的漁民 在那裡捕魚是有風險的 好 盡量要避免 盡量要避免 好 OK 來 主委 你剛剛都有聽到 我們各相關單位的回答 簡單的講 如果今天在這個 所謂的 沖繩鳥礁附近的200海裡裡面 我們認定的公海 他們認定他們的經濟海裡裡面捕魚 我們的漁民是有風險的 但是 市民為了探討 他主委 要怎麼樣 只主委有好嗎 憲哥說 政府是抱歉說 你們整個蟻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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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這個意思 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 聽起來就是這樣嘛 沒有啦 現在海星跟我們 我們現在每天都注意那邊的情況啦 我是覺得這不是互不互語的問題啦 我們是覺得外交管道要好好的去做深入的溝通跟協議啦 我們現在漁民到昨天 發生這種事情的時候啦 主委 我是覺得我們的所謂的緊急應變方式 包含像這個所謂的扣押以後 我們要繳款的問題啦 但是我八成在那我沒做不對 政府不才會幫我補助 第二任由我八成我自己我批明我只要自己立錢 我是覺得難道政府不能伸出援手嗎 沒有 現在我們是有決議 三個單位有開會 那總統的國際事務小組也有決議 要強力的跟日本守回這個170萬的經費 沒有 強力守回 我們現在政府是不是要讓生態批准 這個我們可以來 這個我們可以來 我今天說我八成我做不對 我中華民國我是這個國家的主民 因為我們的政府不才會把我做什麼事 我今天我重點我先說 我有做不對他沒有 我沒有做錯 我們的政府為什麼沒有辦法保護我 我是希望你們真的要朝這個方向去思考 要讓我們的人民感受就說 我的政府是可以作為我們人民的強盜後盾 當然前提是沒有做違法的事情 沒有我們的人民需要這個政府要做什麼 現在也嚴重影響人民不敢在那個海域作業了啦 所以我希望說真的政府要負起照顧的責任 要讓人民感受得對嘛 這才是重點嘛對不對 當然事後的處理也是未來一個最重要的努力方向嘛 所以需要各單位的協助跟合作嘛 不過這才能讓人民感受到 好來主委你看你前面的螢光幕 之前 我們的這個所謂的 那個跟浙江台灣海水養殖漁業科技交流的這個 來 這個黃禮市長 我之前有問過了對不對 你們經驗沒辦法用電話給連絡現在他回來了 我手頭上有三份他的意象書 你看這個都有看到 主委你們都有看到這一群的 都看到 他親自在跟電台的記者說 他有牽所謂的海上救難 但是我看不到內容 暗地代表上代表只有兩個 第一個 李市長他說謊 他跟電台跟所有的媒體說了不實的說法 第二個 是不是我手頭的資料有所隱瞞不敢給我們看 這一張是書有假 這個不是房理市長簽的 看看 不是不是 那我叫你們提供給我們就是在提供怎麼 這個是 我們拿到的資料就是 永安石斑里養殖 對嘛 這一個嘛 好 所以你們假針 我條件有什麼要給你們看 就是假針你們怎麼不知道 給我提供那個 黃理市長他簽的 意象書也好 合作協也好 你們假針不知道給我 這個地方 多久了 政府的經濟態度在哪裡 那 主委為什麼給你看這個內容 你注意看 如果他是用協會 這裡面有兩張是用協會簽的喔 那協會簽的代表什麼 牽扯到兩岸人民監督條例喔 你們有沒有做什麼積極動作 而且你注意看內容喔 這一張裡面的 他有寫什麼 在第二點包含著 第一條裡面 雙方科研養殖人員交流 第二條合作領域包含什麼 養殖人員交流 第一個 品種的選域 還有什麼 加工技術交流 平良心講這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技術的移轉 主委 裡面的技術移轉 你們都沒有去注意到嗎 來還有另外一張 是養殖協會裡面所寫的 合作意向第一條裡面 石斑魚養殖學術交流 第二點 共同開發和交流石斑魚養殖 品種和技術 第四個 相互的考察和學習機制 裡面還是牽扯到技術的 裡面還是牽扯到技術 而且他是用協會簽 我跟你講的兩岸人民監督條例裡面 所寫的很清楚 這種協會 雖然是跟內支部申請 有沒有經過你們同意 養殖的 說明一下 因為他這邊的話是高雄市永安 石斑養殖 這個交流協會嘛 所以呢他是一個地區性的 好 要立案的話應該 沒關係 我今天用這個給你們看 只是要凸顯說 裡面都牽扯到技術移轉 裡面牽扯到兩岸 所謂的兩岸人民監督條例 這個案跟書委 包括我們已經送入委會了 好 那我到現在 我到現在啦 我到現在都還沒有看到 我跟你們要求的 黃理事長 所跟浙江所簽的所謂的協議內容 有那麼難嗎 跟委員報告 署長 多久可以給我 您電話跟我 您在這邊質詢以後 我當天就馬上打電話 好他回來了 時間到了 我們也有正式的文件 跟他要 這些東西 他不給你能不能怎麼樣 他已經說明說 他已經說明了 那這個如果是說 他講的不實 或是怎樣 這個 為什麼我們在這裡 把你們投資料 這不是機密 為什麼沒有資料 你都沒有資料給他 你只跟我說 電話給他 我這樣投資料 裡面簽什麼 不知道 你們說你們已經群吻跟他要了 我就是不給你 你奈我何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監督單位 這就是我們現在政府的態度 裡面簽什麼 你們到現在不知道 所以跟委員做一說明 像這樣一個狀況 我也是把 如果繼續像這種態度 如果繼續像這種態度 請入委會 請入委會 根據這個又怎麼樣 所以我告訴你 這就是這樣 你們就是憲勇奴 你們就雙手一攤 對不對 我要跟你說 像你們這種態度 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漁民 真的看不見未來 我們的台灣技術 也遲早被掏空 謝謝蘇委員 好 待會兒我們可能在 在管碧林委員發言之後休息五分鐘 接下來有請王惠美委員 有請主委跟我們的海巡署的 主委跟龔副署長 副署長 王惠美委員好 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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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在19號 也有到遺傳的家人那邊 希望說他們能夠 這邊既然有爭議 希望他們能夠離開 所以 4月18號開始 一直到 4月24號 他們說 我們要採柔性的勸阻就對了 我們是希望說還是... 那究竟我剛剛又聽了你要回答幾個委員 我發現你們前後讓我真的有一點錯亂 這個海域我們的漁民到底是可以去還是不可以去 所以我們4月18號也請外交部跟日本那邊提出來 呼籲他們不要在公海上干擾我們遺傳作業 從4月18號就一直陸續在跟日本 外交部 日本對你的回答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你們現在好像部位橫向聯繫很差 連這個地...來外交部來 日本的立場一向是他有在那邊主張200海裡經濟海域的權利 是他的嘛 我們覺得是經濟... 那我們覺得這個是公海 我們認定那是公海 我們也認為說漁民在公海的航行和漁捕的權利 是我們任何人都有 不是只有我們中華民國 你說我這是公海嘛 不是日本的經濟海域嘛 對不對 對 我們的立場是這樣 好 那我再問前面幾次兩次 我們的漁民也是遭受到這樣 為什麼我們拿錢去贖回 這個原因到底是什麼 你拿錢去贖回是不是等於承認了日本的海域 非屬於公海 那這個你又怎麼解釋 為什麼前兩次我們可以去贖回 這一次我們就不去贖回 原因的差別性到底在哪裡 請回答 報告委員 因為船被日本人扣了以後 他日本就依照這個... 前兩次沒有扣 給錢 那為什麼那兩次是政府拿錢出來 沒有 第一次是傳統自己付 第二次是我們住宿代表處 應這個我們農業委員會的要求 代電了 那這個錢到現在都還沒有 這兩筆錢拿回來了沒 第一條是我們傳統自己付的 第二筆的錢現在還掛在那裡 還是住宿代表處 那你為什麼這一次又差別待遇 我們不帶電呢 這一次是黃東為了要急著趕快回來 所以要求我們趕快幫他付款 所以人命關天嘛 對不對 而且報告委員 可是很奇怪啊 一而再再而三啊 到底問題在哪裡 報告委員 這就是說 那個地方是有爭議的海域 有爭議 我們在國際組織上面 有沒有哪一個組織 他可以來做仲裁 能夠來保障我們的漁民的權利 有沒有 報告委員 目前來講呢 我們也研究過了 如果說像國際的法院 或者是國際的這個仲裁機關呢 要來提出的話呢 是比較不可行的 因為我們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 或者是說我們如果說要提出來的話 那日本當事國他一定要同意的 才有辦法提出仲裁 那麼我們研究結果 所以我們現在連國際組織求救的機會 都沒有就對了 不容易的 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我們是我們 只是點點點去用募就對了 不是 不是這樣 不然我們有什麼 有什麼方法可以補救 所以這個就是說 我和我們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說我們跟日本之間 來進行雙邊的協商 第二個就是找一個第三者 第三者來出面協調 就是誰 這個就是看 前南新政府跟中國大陸 沒有什麼交集點 過去我們是因為我們比較 跟中國大陸可能友善一點 日本為了拉攏我們 排了好久的台日協定 才簽了 報告委員 這個第三國我們必須要去找 找誰 看有沒有人願意出來擔任協調人 你看好 就我們的外交體系 你說的第三國哪一國 來 你們想要找哪一國 搞不好我們還可以 可以這些委員 還有一些關係 可以幫你們哪一國 我們認為呢 如果說以我們的這個判斷的話呢 最有影響力的應該是美國 美國喔 但是美國願意不願意呢 來這個幫我們擔任協調的角色呢 這個我們目前呢 還不知道 所以我們現在還是這樣啊 不嘛就是要美國 不嘛要有大陸給我們戰勝 我們才有辦法啊 在國際上面生存啊 是這樣嗎 在這個議題上 你現在告訴我我們的外交體系 就只有這樣而已喔 報告委員 在這個議題上 我們不會跟中國大陸合作的 我們也不會 好 那你看 美國多久的時間 可以給我們消息 來幫我們仲裁 以你在外交的這個判斷 報告委員 這一點呢 我是 坦白講 我自己也沒有把握 你也沒有把握 因為我還沒有試 所以就在市民 那市好而已 是嗎 所以不是真的說的 國家的機器不能保護我們的漁民 那我們還有沒有什麼 來 報告委員 我們就是說要提醒我們的漁民 不要去那裡 那裡有風險的 有風險的 這個是我們 外交部呢 一再呢 跟農委會建議 要提醒我們的漁民 有風險的地方呢 要避免前往 那我看你們的報告書裡面有寫到啊 我們啦 因為啊 中日有 我們台日友好啊 所以日方啊 後來要求我們啊 海巡署啊 漁業署的單位啊 不要派出我們的船艦啊 到這個海域啊 以防情勢升高啊 危急台日關係啊 還有東南亞 這個 這個東亞和平的安全啊 對不對 我看你們報告也寫了這麼一段 這是日方 好 那我們現在很顯然的 我們的海巡署的船也出去了 我們的這個漁業署的船也出去了 那你預估後續會有什麼 報告委員 我們啊 有跟日方建議啊 或者是我們也請我們的海巡署 在雙方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呢 應該用最大的力量來克制 不要發生意外的這個擦槍走火 讓這個事情呢 能夠呢 順利圓滿的落幕 我所謂 所以你們只是出去走 讓我們鄉親看起來 爽的而已而已就對了 不是這樣講的 因為我們的主要的目的 那你這個出去之後 日本會不會又有什麼樣的反應 你們有沒有去評估過 日本對我們出動這個海巡 或者是這個其他的船艦呢 他們非常的這個憂慮 非常的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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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希望說 我們站在外交的立場呢 會不會危急到台日關係 會不會 我們也擔心 你們也擔心 他們也擔心 雙方都在擔心 你就出去對國人有個交代 那 不是 不是嗎 不是說對國人有一個交代 也不是一個忽衍的這種做法 我們希望的是說 我們展現了政府的決心 展現政府的這個保護移民的努力 讓將來在談判的時候呢 能做為我們正面的一個助力 這個是我們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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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的這個態度 謝謝 我再問一下 台日協定有沒有在這個區塊 沒有 完全沒有 漁業協議的範圍呢 只有在釣魚台附近的海域 因為那個地方是公海 公海呢 我們跟日本之間是沒有辦法 直接就劃定劃設了 我們只有呼籲日本尊重我們的漁民 在公海上有航行 也有捕魚的權利 但是報告委員實際上 日本人他是有尊重我們的這個呼籲的 怎麼講呢 過去這個102年 03年 04年的時候呢 我們的漁船都沒有被扣留 日本人的公務船 好 那連續這三次的時間 都是在什麼時候 都是在台日協定以後嗎 不 之前 報告委員 之前我們的漁船 在那個地方呢 也沒有被扣留 因為呢 只給錢而已嘛 沒有扣留嘛 交保付費而已 沒有沒有 坦白來講我們就是在交保付費 只有兩艘 但是在那邊作業的漁船 是很多的 是很多的 但是呢 就是說日本的漁船 巡邏船 來的時候呢 給我們一個 一個勸告 然後我們的漁船 離開之後 他也就沒有再抓我們的漁船 這個是到目前為止的一個 實際的一個情況 我希望 我希望你們講的 要去跟美國討救兵 你這個事情要快點去做 我會繼續再追你們 好不好 這個報告 我們的漁民的權利 報告委員 我們是要尋求第三者 第三者 不見得就美國就對了 還有別人就對了 你還有更大的老大哥 可以幫你就對了 沒有 絕對不會去做 好最後漁業署 我請教 怎麼樣來保障我們漁民的權益 那一個地方 叫他不要去 沒有沒有 既然它不是 它是一個公海 我們漁船就有在那邊做業的這種權利 但是還是有風險 那我看你們報告裡面講 我們現在在重要的地區 都有一艘 巡邏廳 海巡署 海巡署 有沒有這件事 持續多久了 報告委員 只要我們的台日 我們現在比較敏感是專屬經濟孩 就台日台飛這個部分 都有 24小時每一天 每一個時段都有 台日台飛各一台 各一艘 還是全部一艘輪流 沒有沒有沒有 那個台日的北方海域 就掉一台附近 還有那個那個 東方海域 就三四點 那個地方 隨時有各一條 另外 所以目前確定是有一艘 一定會在那邊護 還有對 還有台飛有三艘 好啦加油啦 我們也知道 我們有很大的一個困境 但是針對我們國人的權益的問題 還是要堅持 該印就是要印啦 好不好 謝謝 謝謝王委員 好 接下來有請管碧林委員 謝謝主席 我們請主委還有海巡署還有漁業署跟外交部全部出來 好 麻煩陳主委 龔副署長 蔡署長 官委員好 蔡署長 蔡署長 等一下 先這樣好 還沒開始 來 這是你們五月一號開的記者會 海巡署 好 你們用了這張圖 看到沒有 來 這張圖哪裡來的 海巡署的還是漁業署的 還是外交部的 還是外交部的 這張 來 誰的 那天海巡署的記者會 那個主委有沒有看過這張圖 沒有 沒有 來 那個外交部知不知道這張圖 是海巡署的還是漁業署的 這個是中西太平洋巡護的 好 所以你們記者會用的這張圖 對不對 好 這張圖上面喔 主委 這張圖是哪來的圖 來 再說清楚一點 這張圖是哪來的圖 這張圖哪來的圖 嗯 你的記者會用 唉 那個是 來 那來的圖 楊總局總局長跟回報 來啦 好可怕的一群 來 這是 中西太平洋 這個 這個 委員會 我們講 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 依據中西太平洋公約 所發佈的圖 對不對 好來 有六個區 這樣都知道 好沒關係 A區可以 可以是公海嘛 對不對 好來 白色的範圍是什麼 來主委 白色的範圍是什麼 白色的範圍 就是各國之經濟海域 是 他們是說是爭議海域 爭議海域 白色是經濟海域 是日本化的 對不起 那我們 不承認的爭議海域嗎 我們不承認 但是在中西太平洋公約裡頭是承認的 所以我們有兩個體系 一個體系是主權體系 我們用的是國際海洋公約 聯合國也不承認喔 聯合國不承認這張圖喔 但是在很多的漁業 很多的國際組織是承認的 因為各國在每一個國際組織裡面 他們的實力是不一樣的 所以以主權的立場 站在外交的立場 這張圖是不被承認的 但是站在漁業的立場 我們是這個組織的會員國對不對 是不是 我們是不是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的會員國 是 我們是會員 是 我們是會員國 而這個委員會這個公約 是承認這個經濟海域的 主委 海巡署開記者會的時候 還特別講了這句話 我們這一次的行動 是依據既有海洋公約 也有中西太平洋漁業公約 的立場去執行護漁 可是 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 就是承認200海里啊 沖之鳥就是200海里啊 你們還用了人家的圖啊 如果你們不承認 怎麼會用這張圖呢 你們用中西太平洋公約所承認 日本沖之鳥200海里 經濟海域的圖開記者會耶 你們是這樣耶 你看看放大來看 白色的範圍是什麼 蛤 白色的範圍就是200海里耶 200海里經濟海域 白色就是經濟海域耶 所以 來 主委 當我們是這個會員 是這個組織的會員國 而在漁權的部分 日本在這個組織裡頭 它很強勢 它的200海里沖之鳥200海里的經濟海域 在那裡有一席之地 我們再看看歐盟的這張圖 這是歐盟相關組織 全球 全球的地理區域 的一個資料庫 在這裡面 經濟海域 紅色的 紫紅色的經濟海域 沖之鳥也是畫200海里 所以漁權跟主權是兩個體系 在不同的國際組織的主張 有時候會相互矛盾 所以今天來了 我們確認一件事 我們既然 漁權出了問題 要用漁權的方式解決 你們沒有解決 怎麼說 剛剛是誰講的 平常在那裡 我們本來 就有很多漁船在那裡作業 對不對 然後過去也沒有被扣 對不對 是不是 剛剛誰說的 外交部 我們經常來回答 浪費我三秒 來 對不對 對 平常 即使日本這樣主張 可是 平常我們就在那裡了 而且也沒有被扣 OK 這有沒有善意 有沒有默契 應該是有的 有善意 有沒有善意 善意是有的 有沒有默契 默契應該是他們有尊重 但是他口頭上沒有說正式承諾 沒有正式承諾 可是有默契 好 現在來了 偶發事件出現 偶發事件出現 偶發事件出現其實也有SOP 也就是 當我的巡邏船剛好到啊 你不能夠 你不能夠讓我視而不見啊 所以我趕快通知你們 有沒有 4月18號是不是通知你們 4月18號是有通知來的 對 4月18號就說 我們要去扣船 我過去長期都是善意 今天突然我的巡邏船看到 那我要去扣船喔 你趕快處理喔 他給你幾天處理 這個要請啊 7天啊 因為18號通知你 25號才扣船啊 這7天你們沒有好好處理 政府失職 政府犯錯 全民承擔 漁權的問題 沒有按照漁權的默契 好好處理 主委來 我們討論過這件事 你也告訴我 漁業署其實是有疏失 為什麼 因為本來漁業署在這18號之後 他就要趕快去決策說 我要不要通知海巡趕快去 好 那你們不能只通知大家注意啊 你們要趕快去說 你們趕快閃一閃喔 人家剛好來喔 對不對 是不是主委 我們是有跟他通知啦 有通知誰 海巡署嗎 也通知了移民 不要不要 有通知移民啦 等一下 你要護漁是這個時候要護漁嗎 有沒有通知海巡署 其實主委我知道內幕 內幕是什麼 我們有通知海巡署啦 好來 那為什麼海巡署沒有去 那因為 你們有通知海巡署幾號通知的 來幾號通知的 18號就通知他了 18號通知他 有沒有叫他趕快護漁 我們有建議啦 好問題問出來了 海巡署18號就接受到漁業署的通知 說要去護漁 海巡署沒有出去 海巡署也出動了啦 怎麼會出動了 後來就是因為 大部分都走了 這一稍微再走了 好 來再往後講 往後講 大部分都走了 還有一個 是什麼呢 回航了 滿載了回航了 所以你們就決定不出去了 天哪 你們就這樣判斷做決策 所以 我們是在哪裡被扣 我們是在回航 150海里處被扣嗎 人家給你7天的時間嗎 人家給你7天的時間嗎 你自己決策錯誤嘛 我沒有去護漁 我沒有好好交涉 我沒有叫他們立刻離開 搞了7天 人家不得不扣 好 OK 我們非常痛恨日本最後扣了 可是我們也不能不檢討 我們內部 漁業署 海巡署 你們處理的錯誤 該護漁的是這幾天 你們5月1號開始出去護漁 這段時間總共護了幾艘船 因為還沒到啦 明天才會到 明天才會到 但是我們每天都有看當地 現在只剩一艘在那裡 你知道嗎 你們因為自己那7天的處理不當 然後把它升高為主權議題 這本來就是主權跟漁權爭議的議題 漁權的歸漁權 主權的歸主權 我們站在主權的立場 我們絕對不承認 而且大家放心 國際海洋公約也不承認 聯合國也不承認 我們站在正義的一方 可是在漁權的部分 在很多的國際組織 日本的實力去逼國際組織承認 所以國際組織承認了 我們也是會員國了 但是在實際執行面 日本對我們有善意 我們其實也經常去 然後日本也沒有怎樣 可是當日本的巡邏船 剛好看到的時候 它必須執行公權力的時候 你們處理不當 我想跟官員報告 今天兩國兩國的友誼 這個公海自由不是主權的問題 兩國的公海當然是主權 公海自由是聯合國海洋公約 它是基於主權理論嘛 好不好 不要在這裡剿片這種細節 你趕快回去好好的檢討啊 第一個 當你拿的這張圖 那裡面畫的就是日本宣稱 兩百海裡的海域的這張圖 今天如果日本 他到國際組織去 拿你們開記者會的這張照片 去替自己辯護的時候 你們灰頭土臉耶 你們被人家看笑話耶 你看看他們海巡署自己都拿這張圖出來啊 他也承認是這個公約 也用我們公約的這張圖啊 他們承認啊 拿出來開記者會啊 我們沒有錯啊 你們把偶發事件 把兩國之間的友誼 跟日本長期面對這問題時候的SOP 你們自己處理壞掉了 搞成這個樣子 以談判代替對立啊 各位 阿交部來 主委 來 司長嗎 以談判代替對立好不好 是的 好不好 當然 然後 該呼籲的時候 下次絕對不要這麼草率好不好 你們的親呼啊 人家七天之間啊 18號 明白告訴你我要扣 這種默契 這種相互的understanding 你們不當一回事啊 然後七天被扣 你把它升高成主權之戰 我實在是 定位為偶發事件 建議雙方諒解的SOP 趕快用對話取代對立 這是我的三大訴求 把這件事情 事實就是偶發事件 而這件事情 應該給我們教訓 雙方在這件事情出現 當對方給我們善意的時候 我去捕魚 可是當對方出來要執行公權力的時候 我們趕快去建立相互諒解的SOP 然後 趕快開始對話 我的三個訴求 做不做得到 所以不要一直去強調 我們三個單位來 互諭互諭互諭去煽動人民的主權意識 我反對耶 我反對耶 互諭很重要 但是該互的是那七天 以及未來發生時候的SOP 你現在強烈的去強調這個 我日本只好我也常常來啊 那反而害的是漁民啊 本來就可以在那裡作業 不會被扣的啊 你們現在把它升高了 日本也必須常常海巡就得去啊 真奇怪 你們害了漁民 害了兩國的外交情誼 我很憂慮 本席非常憂慮 更何況 今天遠洋漁業條例主席兩分鐘就好 我不會像蘇維元用那麼長 兩分鐘 我們遠洋漁業條例你們的規定是 比國際規定更嚴啊 我舉幾個例子你看看 這一條 這一條 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裡頭 人家對於誤報 誤報漁獲 人家用的是嚴重誤報漁獲 才叫做違法行為 而我們呢 只要有任何誤報 余勞日誌等等誤報 余勞日誌等等 人家國際公約是嚴重誤報才是 那我們沒有 好來這是一個例子 譬如說這個 我們一捕撈到 我們一捕撈到我們就犯法 就縱罰 可是你看看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是什麼 是你只是捕撈 我只是捕撈的 我蓄意捕撈的 我刻意捕撈的 才叫做違法行為 而我們竟然沒有 我們比它更嚴 我們只要捕撈 只要遮蔽 就算了 我們只要捕撈 只要遮蔽 另外 我們在國際的規範裡頭 你看看 這個蓄意要加上去 這個國際上都有 都有蓄意的概念在裡頭 我們卻沒有 另外我們在歐盟理事會的相關的辦法裡面 歐盟的規定是什麼 歐盟現在叫我們要修法 可是人家歐盟的規定是什麼 是這些所謂的違法 它都是用推定 應推定為違法 那推定違法是什麼 那我就要通知你 給你說明 你說明以後 我覺得你處理不好 那我才處罰你 所以它是先用推定 可是我們呢 只要一有就處罰 我只舉這三個例子 我就要告訴你們 你們沒有保護本國的漁民 在跟台日之間 漁業糾紛的這件事情上面 你們該護漁不護漁 你們有好好保護 在遠洋漁業條例的制定裡頭 你們竟然比歐盟 比國際海洋法公約定得還要嚴 你心中根本沒有漁民 謝謝管委員 好 我們短暫休息五分鐘 好 你拇陪你 作詞規筑 besoin 明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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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說它是礁 可是之前 從漁業署的圖 從海尋屬的態度 這是公海 跟我沒關係 這是沖之鳥島 請看下一個圖 其實剛才國安委員也講到了 請問署長 請問我們的主委 看看 中華民國上面那個圖上面寫什麼 寫Chinese Taipei 這個圖是從哪裡來的 行政院海巡署 你們有沒有圖 你們有圖啊 上面講的是Chinese Taipei 我就說 你去用國際上的圖 因為國際上在國際公約上面 或是一些 稱我們Chinese Taipei是一回事 對不起 一分鐘就好了 因為剛才要招待林全院長 所以就耽誤了一些時間 我意思是說 到底 我們的海巡署 我們的農委會 到底怎麼看待這個 第二個 我想請問主委 如果我們現在堅持 它是一個礁 我們怎麼跟日本談 如果日本堅持它是個島 未來的台日漁業協定 有沒有可能擴充到這個範圍 我想是另外一個協議啦 不是把釣魚台的擴充到這裡 那我們還是堅持 我們有什麼籌碼去談這個協議 海洋法公約第121條第三項規定的是說 不能維持人類居住 或其本身的經濟生活 主委 這個我們最近都聽到 我同意 我只是講一點 2010年 日本國會通過這個 沖織鳥保全法的時候 我們就應該出來講這個話 2010年 他們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們的外交部 我們的海巡署 我們的農委會 都應該出來講這個話 把這個位置定掉 不要搞到馬總統 2014年還在講它是一個島 謝謝 謝謝徐委員 待會我們孔文集委員發言之後 會處理臨時提案 接下來有請孔委員 主席可不可以請那個 主委好嗎 陳主委 主委請 孔委員好 主委 今天大家都談這個 東盛集16號 這個爭議的這個事件 是 那我第一個 是想請問一下主委 我們那邊大概 在那個海域作業的遺傳 大概有多少遺傳 跟孔委員報告 那個那部分大概 如果以目前來講 像昨天 前天有兩艘 200海裡內有兩艘 那250海裡內有16艘 那300海裡內有35艘 但是過去大概有一兩百 遺傳在那邊 那到昨天 200海裡內就剩一艘而已 因為以免現在可能也 不喜歡 不想說有糾紛 就不在200海裡內 有爭議嘛 所以等於是日本的那個船 這樣的一個偶發的事件 就造成了這個我們台灣的遺傳 就不太敢到那邊去補遺了 對不對 還是有影響 還是會有影響啊 對 所以我在這邊是要問的 這個沖之鳥 沖之鳥這個是日本的領土吧 對啦 這是屬於他們的 他們的領土嘛 這個礁 但是這是一個礁嘛 對 這個是一個礁的話 他這個12海裡外的 12海裡外的就是屬於公海 一個經濟的一個海域嘛 不是不是 12海裡外就是公海了 所以聯絡國海洋法公約規定 因為這個礁不能維持人類基礎 也他本身的經濟生活也不能維持 所以就沒有權力主張專屬經濟海域 也沒有權力主張大陸礁城 對 那所以我們才認定說這是公海 所以我們的遺傳 在這個礁的這個12海裡外 應該是可以有自由補遺的一個權利吧 照海外公益是這樣的 對啊 所以那一次 那一次為什麼 我們這個發生這個糾紛的事件是在 距離這個礁的160多海裡 海裡吧 150幾 160幾 160幾海裡 那這個就是屬於剛才主委講的 公海 公海 我們台灣的遺傳 可不可以在這個海域作業 可不可以 我們是認為可以的啦 應該是可以啊 那過去為什麼沒有發生 為什麼這次會發生呢 所以然後也造成 這幾天來啊 這個這個我們台灣遺傳 就不敢到那邊去作業了 所以 我們一定要伸張 我們在那個海域 有這個補遺的權利嘛 對不對 對 那我們現在 剛才有幾個委員都說 這個我們派這個軍艦去護遺 這個海巡署派出了巡邏艦 海軍派出了康定級的巡防艦 是不是 我們是派了兩艘嘛 一個農委會的船 一個海巡署的船 那最主要是要要護遺嘛 那這樣的一個動作 主委您您覺得這個做 是不是可以有效的來保護我們移民的權益 跟空委報告 我們現在海巡署派了巡戶9號 我們夜巡疑信2號 對 那這兩艘就是要去護遺的 對 那我們希望說我們有這種動作 然後再跟日本來做協議嘛 對 我們希望說大家來談嘛 那個如果跟進海洋公約的話 你只有十二海里那邊有你的主權而已嘛 那公海本來就自由 海洋公約第87條規定就是公海自由啊 對對對 那所以把它凸顯說 我們在公海 我們是可以護遺的 那所以是海巡跟一夜巡 那個 那海巡沒有 海巡沒有 海巡不執行護遺 好 那這兩艘船這樣派出去來護遺 這有什麼不對咧 馬政府是要宣誓我們在這個公海裡面 我們台灣遺傳有護遺的權利啊 是啊 所以這個這個我們 所以我們在這個公海裡面 我們的遺傳 碰到了之後 這個是一個偶發的事件嘛 我們我們移民是小偷嗎 為什麼要跑咧 移民是不是小偷 移民他是 漁獲物已經四千噸了 他他要回來了 對 他是要回來 要回來嘛 對 所以 這個還有 還有幾幾位講說什麼 這個我們這個護遺的動作 是傷害了移民的權益 也傷害了兩國的情誼 我覺得我覺得這個有點 有點這個矛盾 我們我們派遺是會傷害我們移民權益嗎 我們派遺傳去護遺 會傷害我們這個 我們台灣跟日本的情誼嗎 會不會 我想我們 我們出去護遺 最主要就是先是說 大家 要坐下來談啦 有爭議的話 就要坐下來談 不然你主張你的 我主張我的 那都不談的話 那後續會不會繼續發生這種爭議啊 所以我們這一次去 我們最主要是要保護我們移民的權益啦 然後呢 最主要就是說 不是故意的挑釁日本 對 不是故意挑釁日本 我們要爭取我們自己合法的權益嘛 對不對 我們不能什麽什麽都動作動作都不做 如果 之前去日本日本那個什麽抗議 移民很多去抗議 就是就是希望我們能夠拿出這個 拿出這個魄力 要派派船去護遺嘛 海巡署跟大家拿出這個責任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一個適當的一個舉措 最重要就是要跟日本來坐下來協商對不對 對 那個最近啊 我聽到內定的朱日大使 謝長廷啊 他不贊成護遺啊 他是希望用和平的手段來保護移民 那爭取呢 他用協商達到雙贏 那他不贊 謝長廷先生他不贊成護遺 我們未來的朱日的代表 所以你覺得 你覺得謝長廷講這句話對不對 我覺得 富裔 他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學商嘛 對 我們用富裔來表達我們的看法 那希望跟他學商 那假如你沒有富裔的話 如果日本覺得說沒有什麽好談的啊 那你怎麽學商 要學商總是有一個影子來引導嘛 所以我們現在要表示一個動作 以戰逼合嘛 雖然不一定是戰 就是希望能夠跟日本能夠達成這樣一個協商 因為那個 沖之鳥那個是一個礁不是一個島嘛 對不對 是一個礁不是島 所以我們為什麼我們台灣的遺傳 沒有這樣的權利去補儀呢 所以我們的目標是要學商啦 目標是學商嘛 目標也是學商啦 對 所以我們不是說 對這個 這個跟日本或怎麽樣 我們也不怕日本啊 之前為了釣一台 我們海巡署不是也派了船 後來後來是搞到最後 這個用噴水 噴水的方式來解決 那所以這一次我們是希望啊 這個事情能夠做一個圓滿的落幕 但是最重要是我們要保護我們移民的權益啦 因為我們認定那個是一個礁不是一個島嘛 這個這個我覺得 這一次這個海巡署跟漁業署啊 派船出去啊 護儀 這個是一個非常正確的一個 伸張我們的一個移民的權益 跟主權的一個動作 如果不派船出去的話 我們這個這個這個就 我覺得我們政府就有點失職啦 但是我是希望 我們的護儀行動啊 不要說發生了什麽事件啊 就派了什麽船戰過去去護儀啊 應該是把它列為一個常態性的護儀 常態性的 因為這個是 我們這次護儀是只有一個月嘛 一個月 只有一個月嘛 那我們是希望一夜署跟海巡署 應該應該要常態性的護儀 那一夜署這邊 跟海巡署這邊啊 我是希望你們的預算 明年要編一個常態性護儀的預算 特別是針對釣魚台地區 釣魚台的這個海域 還有這個沖之鳥的這個海域 要有一個 你們要有一個召開類似像國安層級的會議啦 國安層級的 你看 為了現在菲律賓 啊 越南 啊 這個針對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太平島 啊 要加強這個兵力 啊 要加強兵力 這個這個都是針對 啊 針對我們這個附近 我們又為了要保護移民的權利 啊 我們農委會這邊啊 為了要保護移民 本席是希望喔 能夠編列常態性的預算去護儀 而且呢 農委會呢 要鑑請喔 國安會 要召開一個國安層級的會議 來保護 有效的保護我們移民的權利 主委你覺得我這樣的建議怎麼樣 謝謝孔委員 其實2012年釣魚台也是 全區護儀完以後 在2013年還是 漁業學役才會簽得成嘛 所以我們也希望這次 能夠把學役簽出來 因為學役簽出來就不用動用 常常在護儀吧 因為那裡距離還是蠻遠的 一千多海裡 那我們現在跟海巡署 跟外交部 我們都會參加國際事務小組 我們在那小組 都會討論這一些案子 那國安會議的時候 如果有必要也會提案到那邊去討論 所以我們都會 我認為我們海巡署農委會的 這些護儀的船 都應該在未來 要因應這整個局勢 這個不要說碰到什麼事件發生了 我們才派什麼船去護儀 應該是說 把它納入一個常態性的機制 召開一個比較屬於國安層級的 那個結合我們的海巡署農委會 移業署 包括我們的海軍部門 大家一起來協商一下 我們要怎麼樣有效的保障 我們釣魚台 還有沖繩鳥這個海域 我們移民的 這個補儀的一個權益 這個我覺得要 要提升到一個國安層級 中午不休息 延長開會時間到巡答結束 那現在呢 處理臨時提案 請宣讀 臨時提案 第一案 船舶及海洋產業研發中心 勞向與國際規範接軌 以帶動業者國際化 提升產業競爭力 之具體效益 提案的林大華委員等 第二案 針對國家離岸風力發電工程 陸續推動 由於離岸風力發電工程 涉及台灣沿海水文的探測與調查 深具國安重要性 再加上此次為 台灣發展替代能源重要契機 國內相關的機電 綠能水測與船舶等相關產業 亦有承接的技術與能力 只是缺少政府的政策指引以整合 而船舶及海洋產業研發中心 長期以來為國內船舶設計研發龍頭 應針對此一新興產業進行研發 帶領國內相關產業 投入此一市場 因此為了國家安全 與扶植國內離岸風電產業 要求船舶海洋產業研發中心 因針對國內產業如何參與 及合作投入離岸風力發電工程 提出相關計劃與其成 並向經紀委會提出報告 提案人管碧林委員等 第三案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105年編列技術服務收入 89億1900萬 佔業務收入總額46.31% 其中又以政府部門 為最大中國外部門 之技術服務收入最高僅有7.4% 顯示工研院爭取私部門業務 能量期待突破 請工研院針對拓展業界 及國外部門業務 這方案於兩週內 提出書文報告 余地法院經紀委員會 迪亞林邱志偉委員等 第四案 建議承擔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為國內最大之產業技術研發機構 為組織過度龐雜 且該院近五年來營收停滯 盡力由101年度 113千124萬4千元 逐年下滑至三年度 僅剩100至200多萬元 工研院表示 營收停滯是因為市場需求 增設之研究中心 以科技中心所致 人因新產業變化趨勢 以滾動式評估 新單位成立之成本效益 並妥適分配研究資源之必要 請工研院以兩週內 針對近五年來營收停滯 如何重新配置研究資源 提出書面報告 余地法院經紀委員會 提案人邱志偉委員等人 第五案 建議中央研究 願以浩鼎案的風暴未解 先又傳案出 準經紀部長李世光的弟弟 李世仁是耗鼎法人董事 妻子也持有耗鼎股份 而且按照蔡英文五大產業的規劃 新政府將大力 用政府基金去扶持 在這些領域公司 如果有特別關係 會讓人民失去信心 心中會有疙瘩 為此要求經紀部 及所屬單位轉投資事業 及政府捐助的財團法人 一 設有技術移轉中心 進行及監督技術之移轉者 部分研究人員之研究報告 可能隱藏具有價值之研究成果 是設立衍生公司時 提出關鍵技術 統設計研究倫理與道德 應訂定完善之技術 移轉規範利益 迴避辦法及員工工作規範等 以免員工利用政府 及相關既有資源 與研究成果 變相轉為個人之財富 二 各該財團法人 應遵循利益迴避 各該財團法人之董事 監察人 政府 合派人員不得 假借職務上權利 機會或方法 凸其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 且董事監察人或其關係人 不得與其所屬 財團法人 管理委員會 為買賣 租認 承染等 交易行為三 各該財團法人之政府 林派或合派人員 如有更換時 需於一個月內 將新任人員之職權 說明個人簡歷資料 薪酬 福利相關資料 韓宋立法院以立國會監督 提案人 廖國動委員等人 第六案 有距離民營公用事業監督 條例明文規定 民間電廠等民營公用事業 當年度盈餘超過資本額 25% 超出部分的一半 需提列為用戶公基金 以作為減少收費 對抗電價上漲之用 但各主管機關經理部 但主管機關經理部 能源局卻為依法要求 賣療 和平等 9家民營電廠提列 積欠公基金150億元 吹根究底 恐因人員局行政代責所致 未落實依法行政 保障民眾權議員 提案要求經濟部 一週內提出檢討解決方案 並送交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 王惠美委員等人 第七案 有建議公園院所投資之創新企業 之組成結構為公園院員工 顧位以及個人名義 持股設立在由公園院轉投資 並移轉技術 恐有違反利益迴避 影響市場自由競爭之餘 為維護市場公平競爭 避免公園院圖利 至家人員提案要求 公園院兩週內提出檢討 改善報告送經濟委員會 以避免未來再有涉及利益輸送 嫌疑之投資發生 提案人 王惠美委員等人 第八案 有建議公園院長期以來 創新公司投資特定新創企業 而該類企業多為公園院離職技術人員 顧問所設立為釐清所投資之公司 與公園院之關係 有無利益輸送之情形 原提案要求 公園院兩週內提出 過去創新公司所投資 創新企業之公司名稱 金額持股比例 並送交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王惠美委員等人 第九案 有建議公園院每年新增 專利申請建數均達千届以上 然應用專利建數未能同步成長 導致累計使用專利比率 由100年度之83.6% 逐漸減替為104年之69.09% 其中以獲驗證超過5年 未使用者截至104年底 既有4,084件 超過10年來未使用 一高達1,285件 為避免資源浪費 及有效提升我國基礎技術 原提案要求公園院一個月內 提出檢討方案以專利再利用計畫 並送交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王惠美委員等人 第十案 國人長期使用進口黃豆 然冠營黃豆進口之心 卻負之絕如 國內消費者沒有選擇 潛力長期暴露在 消費飼料用基改黃豆風險 有見於此 要求台灣區雜糧發展基金會 應委託研究調查台灣 進口黃豆基改 非基改與食用飼料用黃豆占比 並請經濟部該基金會 向衛福部索取 黃豆加鈴塞殘留含量 相關資料 提案人 蔡培惠委員等人 第十一案 針對本院經濟委員會審查 行政院含情審議 遠揚漁業 條例草案 投資經營 非我國 及漁船管理 條例修论草案 及漁業法 部分條文修论草案 有見於行政院在 提案 立法設計上 針對海洋資源保育局 養護之規範 未周全 且高度監督規範 於我國海洋漁業 實際 調試能力 遠揚漁業經營 形態之差異 漁船動位之大小 顯未能平衡考量 致使相關規範 有不符比例原則之餘 未求立法之中 原要求本委員會 於本案 進行逐條審查 前應先召開公聽會 提案的蘇貞卿委員等人 第十二案 進行屏東琉球級漁船 東盛級十六號 在沖之鳥礁 海域遭日本公務船 扣捕 船長不僅要求 脫光光檢查外 還致仇 繳交新台幣 176萬元的保證 除此對我國漁民的侮辱 更是增加漁民 經濟上的壓力 對此案 屢屢發生 政府機關 卻無力協助 營救漁民 只能 致仇保險機 換取自由 原要求農委會 於一個月內 測定 保護漁民 基金如希 在公海發生 他國扣押 我國漁船 或海盜 勒索 之形式 由政府 先行 帶電相關保險金 款項 之後再透過 國與國之協議 取回相關款項 藉此保護漁民的權益 提案 廖國動委員 等人 第13案 沖之鳥交海域 定義不明 旅遊爭議 且因近日 東盛集16號 遺傳遭日本 扣押儀式 漁業署前後 態度不欲 讓漁民作業 無所依據 原請 外交部 農委會漁業署 在台日漁業協議 基礎 及聯合國 國際海洋公約 之法理 基礎上 針對本海域之爭議 積極於日本 進行協商 提案 林奈華 委員等人 第14案 對日本籍公務船 於沖之鳥交之公海海域 強扣我國 屏東 及 屏東流 屏東流球 及漁船 東盛集16號 對我漁民 尚靠 脫衣檢查 並搶索 170萬保證機 違反海洋法公約 公海自由 嚴重侵害我人權 漁權及公海權益 立法院朝野黨團 已簽署共同聲明 強烈表達譴責 及抗議 對於日本政府 於公海上 多次強扣我漁船 危害我人權 漁權及公海權益 以嚴重影響 雙方關係 是正面發展 對此 馬總統 已指示 由海巡署 遠洋 巡護船 巡護9號 漁業署 漁業訓練船 漁巡2號機 海軍康定 及巡防艦 所組成之中華民國 護漁船隊 一定要進入 充之鳥礁 200海里範圍內 保護我國作業漁船安全 因實質 我新舊政府 接替其間 原要求新政府 必須 持續執行 沖之鳥礁 附近公海巡護任務 以貫徹 捍衛我國漁民生命 財產安全的使命 維護中華民國 國格尊援 提案人料 國動委員等人 第15案 由建議台日漁業協定 簽訂之目的 為美國擔心 兩岸在釣魚台 採取共同行動 而讓盟邦日本 在相關議題 對台灣作出讓步 520後 恐因日方 認為民進黨 與日本 擁有相同的 反中基因 而大幅度 減緩以往 擔憂 兩岸聯手的疑慮 對此 日本恐不再 對台灣積極 浪力 為捍衛我國漁權 保障漁民權益 原提案 要求漁業署 一個月內提出 強化 台日漁業協議 評估報告 並送交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 王惠美委員等人 第16案 有建議 東盛級16號漁船 遭日本扣押 事件 已是台日漁業協定 簽署後 在該海域發生的 第三起 前兩起 事件 均由漁業署 支付淑金 贖回漁船 然而由漁業署代表 交付淑金 恐表示漁業署 默認台灣漁船 侵入日本經濟海域 犧牲 台灣漁民權益 原提案 要求漁業署 兩週內 提出支付淑金 之作業程序 及其檢討報告 送交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 王惠美委員等人 第17案 有建議 海巡署 4月28日 所公布 公開揭示之資訊 顯示 證實漁業署 曾兩度通報海巡署 而海巡署 本域派 福星舰出海 執行護漁 勤務 卻因海巡署 決策反覆 措施 保護漁民先金 導致 東盛級16號漁船 遭日 扣船之事件 及漁業署 是否有誤判 情勢之疏失 原提案要求 漁業署 兩週內 提出檢討報告 送交經濟委員會 提案委員 王惠美委員等人 第18案 關於 鳥之島礁之事件 因我國 與日方認知不同 日本金字定義為 鳥之腳 鳥 沖之鳥礁為島 並在公海 扣補我國漁船 及搶索保證機 其行為以 違法擴權 我國應要求 日方返還保證機 賠償 漁具 漁獲之損失 以及正式向我方道歉 以捍衛我國漁民權益 及立場 原始要求經濟部 漁業署 海警署 於兩週內 提出 確保我國漁民之航行 及捕漁權 書面報告 送交 本院經濟委員會 被查 提案 邱志偉委員等人 第19案 尤其 菲律賓 日本等國 近年來 漠視國際公約規範 除持續制化 擴大該國 經濟海域 並派遣 船艦巡防 該海域之役 逮捕 或以武力驅離 進入海域 捕漁之本國 及漁船 持續以嚴重侵犯 我國漁民 於公海作業權益 為保護我國漁民 生命安全 與作業權益 免於被各國 蠻橫無理侵犯 請海巡署 與農委會 於一個月內規劃 常態性 互漁計畫 以編列經常性 預算並向本委會 提出專案報告 提案人 孔雯及委員等人 宣讀完畢 好 針對剛剛的臨時提案 洪偉哲委員 都有連署 那我們現在要逐案的 來詢問 請問第一案 請問有無意義 沒有 沒有 那第一案的話 第一句話 英采國際商船模式 我們調整為 英采國際造船模式 請問有意義 好 修正後通過 好 第二案 請問有無意義 好 無意義照案通過 第三案 請問有無意義 無意義照案通過 第四案 請問有無意義 無意義照案通過 好 第五案 請問有無意義 好 OK 那麼請宣讀修正文字 報告委員會 第五案修正為 在第一項文字當中 修正為 鑑於中央研究院 與浩鼎案的風暴未解 現又傳出準部長之親屬 持有相關股份 為健全利益回避規範 要求經濟部及所屬單位 轉投資事業及政府捐助的財團法人 以下相同 另外在第一點的部分 並沒有修正 在第二點的部分 修正為 各該財團法人 應遵循利益回避 各該財團法人 政府代表之董事 監察人 政府合派人員 不得假借職務上權利 機會 或方法 圖其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 且 政府代表之董事 監察人 或其關係人 不得與其所屬財團法人 為買賣 租賃 承攬等交易行為 第三點部分沒有修正 修正後通過 按修正案通過 第六案請問有無異議 沒有 無異議修正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七案請問有無異議 沒有 那最後一句話 以避免未來再有涉及利益輸送 調整為以避免有涉及利益輸送 請問有無異議 沒有照修正通過 好 第八案請問有無異議 沒有 好 第八案提修正意見 提修正 那種不大風雨的改修正 這個是因為昨天是經濟委員會 他們有跟一些委員協調 那我主題案呢 他沒跟我溝通 那你不再出貨 欸 那對不起 因為我們 那我們就按照 王惠美委員的原提案通過 好 現在我宣布 第七案照王惠美委員的提案通過 好 其實王委員提的是一個尊重的問題 就是說 你要修改人家的提案要經過原提案人 這樣說得對嘛 那所以說 即便你覺得那個文字有三卓的空間 真卓的空間 應該先跟原提案人報告一下 真的他的同意 再修正啦 好不好 抱歉 這是昨天經濟部來 提到說有跟委員協調過的啦 那如果沒有這個過程的話 我們就要按照王委員的提案來通過 好 那麼 第八案 請問有無意義沒有照原案通過 第九案 請問有無意義沒有照原案通過 好 第十案 請問有無意義沒有照原案通過 沒有照原案通過 第十一案 請問有無意義 好 沒有照原案通過 第十二案 請問有無意義 好 第十二案 余業署請說明 請到 謝謝主席 那第十二案我想是說 在後面的這個倒數的第三行 從這個地方就是一個月內 那這些文字 底下的文字 我提一個建議 這個 也就是在於一個月內 研議設立 遺傳載 巨爭議公海 合法作業 遭外國擴押 救助基金之可行性 然後還有外交部 就是農委會跟外交部 這個一起來研議 好 請問有沒有 一個月一個月內 一個月內 一個月內 是 謝謝 好 無意義 調整為一個月內 沒有意義照案通過 照修正案通過 好 接下來是第十三案 請問有無意義 沒有 照案通過 第十四案請問有無意義 沒有 好 副署長請說明 那 隨便好 八委員 這句話我們剛剛 跟廖委員報告過了 就是我們希望說 在島數第三行這個地方 持續執行 前面加幾個字就是 納入美年公海巡護 重點海域 這個我們跟 跟委員報告過 是 謝謝 好 做文字修正 請問有無意義 沒有案修正通過 第十五案請問有無意義 第十五案 孔英日方認為民進黨 與日本擁有相同的反中基因 而再大幅度減緩 以往擔憂兩岸聯手的疑慮 對此 此修正案 刪除然後無意義通過 按修正條文通過 對 按修正條文通過 好 第十六案請問有無意義 好 余業署請說明 第十六案是不是 我建議從第二行 這個在第三起這個地方開始 後面的這些文字 我們用下面的文字 來做這個 取代 就是 我要把文字念一下 就是 協議簽署後 在該海域發生第三起 過去 這個 第二起事件 由政府先行 這個 繳戶 先行繳戶 擔保金資案例 請外交部 農委會 原意 列此事件 先由政府 帶腳 保證金資可行信 以上建議 好 針對以上建議有無意義 好 請王惠美委員發言 署長你剛剛的講法就是說 這個錢是由外交部來付嘛對不對 是的 現在是外交部建設局 那顯然就是我們政府相關的機關 就是有在交付 第二期 第二期的這個狀況嘛 那為什麼第二期有第三期沒有 是第二期來拜託的人靠狗力 還是什麼狀況 你要讓我們知道 我們是希望你們針對這個東西 以後有一個所謂的SOP流程出來 報告委員 這個外交部不能付的 外交部沒有這個預算 我們現在 那當時那一筆錢是怎麼電 帶電了 帶電了 再電了追不回來怎麼辦 所以現在就卡在這裡 所以每一次主機處 到外交部來審核的時候 都追究我們這個責任 所以這個千萬 不能夠讓外交部來背這個黑鍋 這個我們也沒有辦法負責的 好 那我另提一個文字 大家研究看看好不好 因為政府單位陳代賦贖金 恐讓人家默認為台灣漁船 侵入日本的經濟海域 所以我們要求這樣來做 後續的話就維持原文字 看你們意思怎麼樣 大家 我想這部分的話應該不會是這個 這個贖金 它是一個擔保金 沒關係 我只讓你修正 但是我就是希望你們幾個單位 你們能夠確實去 我們現在就很懷疑啊 到底第二個事件那個人有夠力 沒有為什麼我們外交部會代償 第三個比較沒力的樣子 你會不會引起讓民眾 怎麼會這樣 不同的一個待遇啊 因為過去的話是說 他們漁民也會說 人被擴在那邊 船被擴在那邊 他也急著要 要離開嘛 所以說我希望你們 你們有關於行政流程的這個過程中 你們去討論一下嘛好不好 那是不是把它改成這個可行性 好 沒關係 有做就好了 就是改成這樣他可行性 文字的話是不是 這個我是不是做一些建議 對 此案暫行保留 等你們文字提好 修正好之後再提過來 是是是 好 第17案請問有無意義 沒有照案通過 第18案請問有無意義 沒有照案通過 第19案請問有無意義 好 來 副署長 好 這個案子 我們剛剛有跟空委員報告 過 是最後一行的 專案兩制改成書面 報告完畢 好 專案報告改為書面報告 請問有無意義 沒有 修正後通過 來 請蔡北會委員發言 謝謝 謝謝主席 有請陳副主委 跟蔡署長 漁業署 蔡署長 兩位請 蔡委員好 主委好 我想今天非常多的討論 大概都在東盛級16號 但是我想我們回到今天 有一個很重要的法案 而且也牽涉到台灣的遠洋漁業 我覺得東盛級反映出 台灣是遠洋漁業的強權 但是是外交的弱國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不管是針對海洋 就是捕魚的範圍 以及我們將來要怎麼去協助漁民 我覺得是充滿了疑慮 所以我想第一個問題是 請問漁業署的署長 我們在台灣第一次 跟漁民或漁會溝通是什麼時間 您提供了什麼內容 我想在 我現在記得好像是在 漁業縫 漁業縫 漁業縫的話 這個做過好幾堂 有五次的這種 五個地方 五次的這種過通 然後那時候我們有提 有提一些文字給位者 好 我跟您說明 您是在1月12號 21號跟22號 其中1月12號辦了兩次 總共是四次啦 但是呢 經過我們的調查 不管是漁會跟漁民 都向你們反映 經營成本太高 而且認為不當地 收取資源管理費 甚至於那個罰則過重 可是這一些 有在你們的法案裡頭 做出調整嗎 目前的話是說 這個資源管理費的話 確實是有需要 有需要 為什麼呢 就是過去 就是目前 以及以後呢 後來呢 那在這個國際組織的 這個參與方面 還有就是說 相關的這種 這個MGS 就是在海上的 這個MGS 就是相關的這個 養護保育的這些規範 以及呢 怎麼樣去執法落實 還有就是說 相關的這個資源的 投注 特別是投注在 這個漁業資源方面的 這種研究 那因為過去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的漁業資源 的話是要經過研究以後 那這個是要科研 那這都需要是一種經費的 所以我們才會想是說 這樣的話 那既然 我們的掩養漁業 確實是有 不管是您的 需要他能夠在這個方面 能夠把這個經費 或保育 我看不出漁業署做了什麼作為 可是你卻要跟漁船去收取 這個資源管理費 我想 另外我想要講的就是 你們才1月去跟這個居民 來針對 這個未來 在收了歐盟的黃牌之後 要做哪一些法案的時候 那麼我們想請問 你1月12號 21號 22號的時候 法案已經制定完成了嗎 那個時候的話是調 您差不多都已經有條文了 那這些制定 但是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 這制定完成的法案 有跟漁民溝通 讓漁民了解嗎 我們在3月份的時候 又有在跟漁民去做一些溝通 你們是3月份才跟漁民了解的 但是你們是什麼時候 提供給歐盟的 時間 因為這樣的話 就是說其實 陸陸續續 跟歐盟都有在做溝通 不是陸陸續續 不是陸陸續續 針對你們 跟歐盟的 進度報告 11月30號 你們就已經把 遠洋漁業條例草案 提供給歐盟了 同時在2015年的 12月17號 跟歐盟 進行視訊會議 所以我必須要講 在你的心目中 是歐盟的這個 跟你的溝通比較重要 還是跟漁民的溝通比較重要 很顯然是跟歐盟 你這整個法律的調折太重 收取資源管理會 哪一個不是歐盟的要求呢 況且你們在11月30號 就已經擬定了 遠洋漁業條例草案 為什麼在1月初 已經時隔兩個多月之後 跟漁會溝通的時候 不願意讓他們知道 這些法案的內容呢 法案內容有跟漁民做說明 法案內容跟漁民做說明 可是我也可以誠實的跟你們講 我們聽到的是漁民說 你們都不提供法案給他們 甚至於不要說是漁民 即使我是2月19號 進行總質詢之前 當面跟您索取 遠洋漁業條例草案 你也不提供 可是歐盟卻在 2015年的11月30號 就已經取得了 今天這個法案 是在歐盟落實的嗎 是在歐盟執行的嗎 還是要在台灣執行的 我想跟歐盟之間的話 是一個溝通的過程 當然是溝通的過程啊 可是你跟溝通的時候 不是也應該要去照顧 台灣的漁業員 漁業跟漁民的這個 他們所在這裡的生計嗎 另外我必須要講 他們為什麼會說罰則過重 這句話也不是空口白話 而是你們即使是小吊 特別要強調小吊 100噸以下的小吊 第一次就罰200萬到1000萬 如果三年內有第二次 就是連續犯的話 是罰300萬到1500萬 這個相對於100噸以下的船 的漁獲的比例有多高 你知道嗎 有一位陳謝明教授 有針對100噸以下的漁船 他們呢 每次的漁獲大概是佔 可以獲得50到70萬 但是他們的作業成本要40萬 所以他們的營收是10萬到30萬之間 相較於10萬到30萬 對比你的200萬到1000萬 你們的罰則是6.7倍到100倍 跟委員做報告 這不是罰則太重嗎 而且 小船很多都是船主就是船東 你不是葬送了他們 斷送了他們的生計嗎 跟委員做說明 其實這一些 剛剛說在這上面的這些法管的數字 它是一個重大的違規 是重大的違規才這樣 那國際上的這種處分的話 譬如說韓國的話 它最少就是1400萬 韓國的最少就是1400萬 韓國其實 您講到韓國 我們就來看韓國 韓國是針對相關魚產品價值的 5倍以內 對不對 這是它 這個海報就是 這個PPT就是你們提供的 所以你們也知道 韓國是有權衡的 它可以選擇 在罰金之外 你再貨 相關魚產品價值的5倍 可是台灣的法條 在第36條 你是加 你是基本上 針對噸位 500噸以上 100到500噸之間 500噸以下的 那如果在這個罰凡之外 還要再加上魚產品的價值 所以是罰金加魚產品的倍數 我要跟委員這個 再報告一下 韓國的話 它這種重要違規的話 它是要判刑的 它是用刑法 那刑法的話 在這個判刑法 然後科以罰金 或科以罰金 是這樣子的 所以它是兩個併在一起 它要5年以下的 對 可是不論如何 它罰金的額度就是比你訂的低啊 沒有 它最低的額度就是1400萬 如果是說 它的以後價值高於1400萬的話 它就用它價值的5倍來算 對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今天你 而且是從其高啦 從其高嗎 但是我們從余銘那邊 聽到的說法 是台灣的罰則更高 這些我們都有反覆的 多次的跟你們來討論 但是我認為為什麼要把台灣 因為台灣的小船 你剛剛提到的時候 你忽略了一件事情 台灣的漁船裡頭 遠洋漁業 1500艘裡頭 有109艘 是100噸以下的小船 可是你剛剛講 韓國的時候 並沒有去提出說 他們是大船還是小船 所以這些事情 在您的回應裡頭 就是有盲點的啊 因為台灣是有龐大小船的隊伍的 遠洋漁業的生產模式 好 我們再往下來看 我知道針對這個 遠洋漁業的條例裡頭 也希望漁船能夠裝BMS 或e-logo book 這些事情呢 你們都認為你們要輔導 對不對 所以呢 你也特別強調說 2月18號 遠洋漁船已經開始在裝了 然後4月27號你們告訴我們說 100噸以上的百分之百裝了 100噸以下的 大概裝了90% 可是你們只注意到裝設 你們有沒有去協助 小釣魚船的使用 有 你們做了哪些措施 具體的來講 因為我們從漁民那邊 得到的消息是沒有 有 然後你說 我們的同仁 在主要的這些港口 我們就訓練他們 讓他們可以隨時去 輔導漁民 要他們怎麼樣去使用 所以你訓練的是你們 還是漁民 你剛剛講的 你不是訓練漁民 你是訓練漁業署的人 我們的人 在去教漁民 另外我們還開發了一個 比較方便使用的 用iPad的這種方式 那這的話就更方便 漁民來使用 好 那更方便 都是你的想像 你們沒有去針對漁民做過調查 因為看起來 如你剛剛講的 你訓練的就是你們漁業署的成員 並沒有真的去落實到漁民 所以我們從漁民那邊 獲得的消息才會說 叫我們裝這個 叫我們裝那個 但是要怎麼用 我不知道 都有教導他們 這樣要怎麼 你說的跟漁民說的不太一樣 好 最後我再講一個 最後我講最後一個了 就是我們特別強調 要落實漁業的監控管理 需要觀察員 你也曾經告訴我說 我們只編了55個 還有75個請不到 現在有增加嗎 有請到了嗎 這樣子我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我們的這個經費 在我們的國際合作 這個計畫裡面 我們有要增編這個觀察員 那這個計畫 合下來我們現在到 向行政院去請增 這個預算 那這個預算的話 下來已經 同意我們也可以用 那我們現在又可以增加我們的 觀察員的這個人數 對 所以你剛剛又回避了一個問題 你們可以增加觀察員的總數 但是你們能徵聘多少人 我剛剛問的是徵聘多少人 你還是沒有回答啊 你現在還是55跟75啊 比例是不夠的啊 甚至於在你們的 甚至於在你們的報告裡頭 還講說漁業署要用替代役的原額 來增加漁船船位的監管 這件事情我真的是覺得是非常的荒謬 難道這個原額漁業的專業 用替代役他們當兵的 11個月就可以接 委員我跟你們報告一下 觀察員我們現在提出來的 這在加75個人 那總共的話就是130個人 對啊 那就是沒有僱用啊 好 我問最後一個問題 我問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剛剛您的法案 都是對台灣的漁船 特別是小調 我特別強調你們對小調真的是 斷送了他的生計 然後要求他的那個監控 也並沒有合理的給予 如何的使用方法的教育 然後最後我要講歐盟 榮獲你現在的法案是按照歐盟建議 但是歐盟也對我們建議 國人經營的外國籍漁船之管理 及違規處分要相當 以避免業者為違規而 規避這個管理啊 然後去投資外國籍漁船 那這件事情你們怎麼做 因為我必須要講 能夠去投資外國籍漁船的 坦白講就是大船了啦 你們做了什麼 跟委員報告其實我們也同時也修訂 國人經營國籍團的這個經營條例 那這兩邊的話兩個是平衡的 兩個平衡的 你們確定是平衡的 是的 OK好 那我們希望你們針對小調 必須要去顧及他們認為資源管理費不應該收 另外罰還過重 經營成本太高 還有這個整媒去使用這些規管的程序 你們希望具體的回應 跟委員報告一下 其實我們對船的話有分大小船 所以小船的話我們是這個儲分的額度是比較低的 那如果用大船的話 那儲分就比較高 剛剛我已經講說你們儲分是有分級 但是針對小船的儲分還是太高 斷送他們的升級 質詢到此 接下來請蘇維元智芬發言 主席我們是不是請余悅署署長好嗎 好我們請余悅署署長 好我們請請余悅署署 署長你好 署長你在宇悅署的話 是從組長主任然後做到副署長到署長 對那工人員大概也 都是從工人這個集成做起 對那歷練也非常的豐富 就是一面做一面學習 那今天的話大家坦的都是願意 還有比如說東盛紀16號 署長你認為的話 在署裡面 有關於漁業 除了遠洋以外 那麼台灣還有哪一方面的 跟漁業有關係的話 對台灣也有它的貢獻度 我想就是說台灣的漁業的話 分為四大類 除了遠洋以外 還有沿岸 近海 還有養殖 這四個大大類的漁業的話 對台灣的漁業都有貢獻的 好 那麼署長 我們講到說就是養殖區來講 全台灣總共有幾個專業養殖區 43個 那雲林縣佔了幾個 47個 是啊 47個 雲林縣有幾個 雲林縣 7個還是8個 雲林縣有8個 是 雲林縣有8個的話 署長要成為一個專業養殖區的條件是什麼 是300公頃 100公頃 100公頃 以上 那那個 那個區位的話 土地啦 什麼 完成的水源 署長我想請問你 專業養殖區現在有一些 在沿海 那有用到狗有林地的 還有的話 有些來講的話 不是在專業養殖區內 其實這個現象 已經很久了對不對 這現象已經非常非常的久 那署長對這個現象已經存在這麼久 可能一代兩代都一直存在那邊 你對這樣子一個養殖的現象 你的看法怎麼樣 不過我想養殖是一個重要的一個產業 所以我們在這個今年的這個年初的時候 大概二三月的時候 我們也是希望就是說 再透過某一個方式 讓目前的這個部 有一些 應該短期可以改善的 那讓它取得 合法的養殖的這種登記 好 署長 你這句話就好了 好 那麼未來來講的話 我們再持續的話跟書裡頭 再來溝通這件事情 我們有時候再跟委員 再來做這個請教 好 那署長另外 我想跟你談一個成年往事 這個成年往事的話 我是希望 就是養殖的話也可以來協助 當年的養殖業者 好不好 好 署長請你看一下 在民國八十二年 在民國八十二年 當時因為台塑的話 要填海照路 所以有像當時的台灣省政府的建設廳 他有提出了一個蘇俊的抽殺計畫 但是那時候 雍修協議員的時候 因為很煩惱 台塑的填海照路要填海線 會去應用那時候 對嗎 好 你看一下 所以在民國八十二年 其實佐水區的蘇俊的抽殺計畫的時候 來 我們看下一張 署長 你也可以看一下 那麼在西濱大橋下游的話 到河口區 當時的浮林關 水運線的轄區 就佔了有八百七十一公頃 所以你就可以想像說 當年八百七十一公頃 當年八百七十一公頃 是有多少戶的家庭依賴這樣子為生 對不對 所以人家在說的時候 就是扣山吃山 扣海吃海 那麼這一群原住民 那麼他們在這邊 他們就是扣海吃海 好 我們再看 你看看這一頁的第四條 好 這個現狀的問題 然後我們再看下一頁 好 所以當時的話 其實在協調 透過建設廳的在協調 來 那個署長請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第五過去的處理的情形 第五過去處理情形的第二條 第二條的第一小款 請學術機關 救西濱大橋以下到河口段 評估有沒有影響到水流 及六清的數據 是否有影響到現有的餘溫 好 那麼當時的會議紀錄的話 都會寫下這樣子 對不對 那麼可見當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的話 當時對這個餘溫來講 其實造成很高的風險 田來照入抽殺 對他們造成很高的風險 還有很大的威脅 所以才有這些的紀錄 你再看這個第二大條的第三小條 也就是最後一行 依行政院朝你之海埔地的開發的管理辦法中 申請以海埔地之開發 福島本地區下業 餘溫業者遷移以利生計 署長 民國82年83年 當時你是在哪個單位 那個時候我在地方政府 在地方政府 是的 好 那你再看一下 移溫業者遷移的話以利生計 所以當時來講的話 要把這些雲林縣管轄八百多公頃 希望他們能夠另密地點 然後維持他們的生計 對不對 那看這個會議紀錄是這樣子 好 我們再看一下 再看下一頁 這個是當時的業者的話 跟台塑公司的一個備忘錄 這個備忘錄 當時的雲林 說起來很可能 備忘錄 沒有法律效力 這個備忘錄 純粹要靠什麼 誠信原則 好 你看一下這個備忘錄的第一條 台塑公司的話 協助養殖業者開發 彰化縣大城鄉的海埔地 替代原有的餘溫從事養殖 那麼署長 請問我們現在台灣 有沒有彰化縣大城鄉海埔地 有沒有一個餘溫區 有沒有 發 我不確定 現在有沒有 你就說現在有沒有 現在有沒有 大城應該有一個養殖區 當年的 台塑公司會協助養殖業者開發彰化縣大城鄉的海埔地 替代原有的餘營養殖 然後再說 以後把這個案子就簡稱為大城案 大城案 現在你精管的 全台灣所有的 跟餘業有相關的 那麼這邊有沒有養殖區 有沒有 我要再去查清楚 現在就沒有 就是沒有 對不對 你不是剛剛講的嗎 全台灣有幾個專業養殖區嗎 雲林縣有八個 對不對 好 所以過去在這裡的時候 我要跟你說是 你回想一下當年的歷史情境 八百萬元典的時 還要先來中華館大城 所以台塑跟人家說這個大城 這個簡稱叫做大城案 所以我要讓市長了解這個大城案 到現在來說就是都沒有它 OK 這是民國八十年到八十三年 那時候跟人家說就對了 一樣說的就是說 如果因為我們看下一頁 下一頁你看到第三頁 第三條的第五 若因六清建廠損及本區的餘溫 導致無法養殖的時候 由雙方或雙方同意 這第三者合估損失作為補償的依據 並輔導受損的養殖業者轉業或者是發給相當於三年半收益的轉業金 大城案沒有 但是這條也沒有啦 就什麼都沒有就對了 所以在在擔伴過程中間的時候就是很不幸 因為八十五年的賀伯颱風 賀伯颱風能把所有的這些八百萬公金的員全部都沖毀掉 好 那麼我們來追究這樣子一個歷史的情境 賀伯颱風再前還是再後 賀伯颱風再後嘛 對不對 但是賀伯颱風還沒有來之前 這些養殖業者就已經在跟台塑談 他們要移到大城 對不對 移到大城 不然呢 那麼就是賠償他們的損失嘛 結果賀伯颱風的瞬間 變成是台塑的一個藉口就對了 一個藉口就對了 現在就沒有利用賀伯颱風 所以他就把這些規則於就是都是賀伯颱風 來 你看下一張 來 署長你看下一張 你看看 這就是當年來講的時八百萬公金的航照圖 那麼其實空照圖來講有很多張 就是當年一代所有人在在索尊的時候 距離他們這個餘溫呢 太滾了 然後就窩了一大塊就對了 現在在用賀伯颱風的時候 你跟台塑稿就對了 你跟台塑稿就對了 就是說當時你挑選的時候 造成一個很大的很大的一個海洞 這個海洞導致於這個餘溫呢 過去每一年的鳳梯裡面 人家都撞得住 就是八十五年後補一派的颱風的時候 讓他們撞不住就對了 這如果你說的車會發生兩趟就對了 你要付幾趟的職員 我要付幾趟的職員嘛 但是他現在台塑的 就是沒生意 他要跟人家優秀進來講 地師跟大家現在在歡迎在收購就對了 那你覺得你們應不應該幫忙這些養殖業者 我想是 移民的事情我們可能要 我們不要說遠洋漁業的東盛級的話 我們漁業署 我們就沒有資料幫忙 現在連中的就對了 近海的養殖 站在漁業署的立場 該不該幫 這樣一個案子我們可能要再一個 這樣一個案子我們可能要出動戰艦 要出動戰艦要去沖織鳥嬌那邊 去保護我們的遠洋漁業對不對 那像中的咧 碰到財團咧 碰到財團台塑咧 整個的這個資料的話 可能我們要再看一下 你們要主動再去找嘛對不對 主動找更多的資料來幫助養殖業者好不好 第一次聽到這個案子啦 說實在啦 那整個這個情況我還不 你當公務人員當了這麼久 你從岳署副署長然後做到署長 現在用上廁所在照顧 對啦 因為你看看剛剛的這個資料 我們下個禮拜一的話 我就請這些養殖業者過去啦 這些原住民 把市長給你認證好不好 這個委員你去主張 我這個如果移民有什麼 要跟我們講我們當然會 我意思就是說希望署裡頭 主動找一些相關的資料啦 我們來找找看 那委員如果有資料的話 或是任何一個單位有資料的話 如果可以提供我們 要不然我們真的還要去找 我會盡力啦 好不好 尤其是說行造圖或空造圖的部分 請署裡頭關心這些養殖業者啦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謝謝署委員 接下來有請張立善委員 主席我們請剛剛才坐下去喔 我們 余業署長 余業署長 不好意思啊 麻煩蔡署長 署長辛苦了喔 我想針對東盛集16號啦 從24號發生這個事情到現在喔 包括全國的漁民啊 都到這個在台的駐日代表會啦 去那邊抗爭表達漁民的心聲喔 但是呢到現在我們好像沒有看到 日本有任何的善意回應啦 那甚至呢剛剛我想有很多委員提出來嘛 在2005年的時候 也曾經發生過 在沖枝鳥礁的部分 也有我們的漁船被扣 當時呢 是扁政府的時代 那時候的民眾呢 漁民呢 也是自行繳了408萬的這個日幣 繳了錢以後就放人 一直到101年 也就是2012年的時候 同樣發生這個事情 但是呢 我們駐日代表會呢 就去幫他繳了錢了嘛 對不對 也是一樣 路人扣傳繳保證金 但是這個保證金啊 就是我們台灣政府駐日代表會幫他繳的 那所以呢剛剛在這裡啊 大家在爭論啦 爭論到底這筆錢呢 是要漁民自認倒楣自己繳呢 還是台灣政府 因為沒有辦法守候漁民啊 所以我們就要認賠 所以今天事情發生了 我要告訴我們所有 包括我們漁業署還有海巡署還有外交部 我們的海巡署有人在嗎 誰在這裡 拱副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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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拱副署長 那麼外交部有人嗎 外交部現在是 紅科長 麻煩 紅科長 好外交部 紅科長 我想這不是單一的問題 所以我本席要在這裡表述啦 也就是說呢 在國際海洋公約裡面啊 三十年來 日本自己主張 沖之鳥 我們認為它是礁 它認為是島 但是國際 這個海洋公約 並沒有認定它是島 所以就是什麼呢 也就是日本啊 孤方自賞啦 以自己啊 認定 自己這個沖之鳥 是一個島 那我們大家都知道 要成為島 要有幾個條件 第一個要適合人居住嘛 第二要有經濟價值嘛 對不對 那它只有九平方公尺 只有三塊榻榻米大 兩個桌球桌的大 這樣能夠算是島嗎 我想在場認為 各位認為 它是島還是礁 當然是礁 是礁嘛對不對 所有的明眼人都看得出來 也就是說 今天啊 我們東盛級十六號 不只針對我們人權啊 受到很大的威脅 包括漁業權 200海里的這個經濟海域 屬於公海 我們每一個漁民啊 在這個公海 只要它漁獲量很好 那我們就要去那邊捕魚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漁業前 也受到侵犯 甚至 還要繳保證金 這我們國家的主權啊 也淪喪了呢 所以本習在這裡主張啊 有沒有辦法 我們主張 這筆錢呢 不能漁民出 也不能台灣出 也不能台灣出 也就是我們要距離力爭 日本政府 要把這170萬的台幣 還給台灣 可不可以 我想要透過這個外交的管道 去 極旋 或是透過法律的管道 極旋 然後呢 這個全力 協助移民啊 這個鎖回這個保證金啊 所以呢 外交部啦 外交部我們的科長是嗎 嘿 在這個部分 我們即將啊 要 新政府要上任的 我們的 駐日的 這個大使 駐日大使 也是我們曾經 擔過行政院院長的人啊 我們的謝長廷先生 那我想 從2005年 從2005年到2012年 這幾年是有發生沖之鳥礁的事情 但是呢 主政的政府不一樣 態度也不一樣 甚至這三年來喔 在這個沖之鳥礁的近海 大概啊 有120幾艘的漁船 針對你們統計嘛 對不對 統計了以後 其實都是相安無事的啦 都是相安無事的啦 但是呢 突然東盛集16號 面臨這樣的一個襲擊 那所以呢 本席認為啊 是不是有針對新的政府 在做挑釁 在做測試 測試未來啊 這個台日的關係如何 不可 所以我想我們外交部 即將要派任的喔 我們的這個大使 認為是要用協商的方式嘛 所以不要什麼互語行動啊 你們漁業署 海巡署 都派了船了 甚至拉法夜間都上去了 那這樣子的話 可能啊 會引起台日關係的緊張 所以我在這裡呢 我們希望就是說 我們外交部 你認為這樣的言論 你們能接受嗎 現階段我們是進行互語的行動 那其實我們也一直都有在做外交的斡旋 是 好 那我本席認為啦 因為可能是即將要派到日本去啦 所以這樣的一個 先做一些先前的這樣的一個親善 或是這樣對日本的一個友好關係啦 但是我們主權不能輪上 主權不能輪上 甚至呢 在這裡要特別表述啦 有人說 這次的東盛集16號啦 我們從所有的媒體 我們都看到了 看到了 到底啊 新的政府有誰替漁民伸張正義 只有莊瑞雄啦 莊瑞雄呢 在當天啊 跟本席 陪同所有全國的漁民 到日本在台協會 交流協會 去那邊做伸張抗議 但是他也主張啊 不要用太強硬的這個手段 所以呢 外界啊 就說什麼 新政府呢 是逢中必反 逢日必軟 所以本席啊 要在這裡跟大家報告喔 明天啊 就在這個紅樓101啊 有一個台日交流聯誼會 明天下午1點半 外交部有沒有 有 有沒有 有 有 好外交部派來這裡參加的時候 外交部有沒有強力主張 這個時候人家打我們誒 沒有辦法是對的表達 我們的立場嗎 我國的立場嗎 這個活動還繼續嗎 關於這一部分呢 實際上這個就是 活動實際上在還沒有發生 這個漁船案之前 其實就已經有在規劃了 那實際上這方面的 就是雙方立場的溝通 我們跟日本立場溝通 其實都有相當的 你特別拜託外交部 明天出席台日交流協會的時候 一定要強力主張本國的立場 這是我們的主權 不是人家打了我們以後 我們還一再的滅日 親日 這個熱臉貼人家冷屁股 這簡直是把我們國家的主權 放在地上踩 輪上了 所以本席認為 這個活動一定有必要 在這個活動上面宣示 我們保護漁民的這樣的一個用心 跟支持我們的漁業權 絕對要強力主張 那我想在這個部分 我們的派出去了兩艘船對不對 兩艘船 我們從台灣到沖之鳥 要十天的時間 那這個護漁的一個月的行動 我不曉得我們海巡署跟漁業署 我們這兩個單位呢 針對這個護漁行動這一個月 是有什麼樣的計畫 好 包括委員 我們這兩艘船到這邊 我們基本原則叫漁船作業 我們確保所有的漁民它作業的安全 還有確保漁民的權益 這是我們最高目的 好 你現在的意思就是說 你們現在派去的這兩艘船 這為期一個月嘛對不對 是 那一個月以後呢 一個月到時候再狀況 或者狀況沒有結束 我們繼續派船去輪替啊 好 繼續派船去 是 那所以呢我想呼籲行動 不能因為新政府上任以後 就停止了 這是第一個訴求 第二個呢 我希望 在所有新舊政府交接的時候 當然在舊政府的時候 發生了這些事情 我們必須要怎麼樣 必須要把所有的這個緊急狀況 跟發生事情的這個事情 做一個確定 一個分析 如何解決問題 處理問題 這整個的SOP 一定要建立 甚至要成為啊 新舊政府重大事項的交接 有沒有辦法 保委員 這我們本來就不管新政策 我們從過去到 一切都以漁民優先的 不管什麼政府 漁民是我們的核心 核心價值 我們當然要保護它 OK 好有你這句話 我想這是正確的 尤其是漁民非常辛苦 處理疼害 疼無疼無 風險很大 身份很大 所以我們的去面 是要保護 尤其去到外海 生命受到很大的威脅 所以本習認為 今天無論是什麼新舊政府 只要台灣在 我們所有的主權 一定要伸張 不能縱容其他的國度 自己無限的擴張 無限的擴張 那台灣 一定要堅強起來 一定要硬起來 要讓我們在國際地位上 不能讓人家看 看水小 不可以讓人看台灣沒有 這樣知道嗎 是 真的要拜託大家 謝謝 謝謝張委員 謝謝 好 接下來有請林俊憲委員 好 謝謝主席 本習邀請海巡署還有漁業署 我們兩位署長 好 有請海巡署鞏副署長蔡署長 好 兩位好 今天在我們委員會大家都在關心 我們台灣漁船 東盛集被日本所扣留的這個事情 剛剛聽到很多委員都說 我們要建立相關的SOP 其實台灣是個海島國家 我們跟很多鄰近的周邊國家 其實都有漁業的糾紛 甚至在經濟的海域方面 也都有重疊 過去也曾經發生過很多次的 類似的漁業糾紛 所以SOP這種東西 應該本來就有的吧 這個何須要再建立 本來就有SOP 我們應該照著SOP來走 好了 那這次的SOP應該是怎麼樣 爸委員 這個我們本來就從 您剛剛委員說的對 我們以前就有建立這個標準核心 我們對於任何的 其他國家的公共產 我們在海上如果對峙的話 基本原則我們是 就是理性和平的對待 我一個原則 對啦 日本公務船 他有沒有通知我們 說叫我們把我們的漁船 請他走 有沒有 我們是有接到這個日本 我們這個組織的 有嗎 通知說有飛機偵查到了 那這個可能會來做取締 那我們有沒有通知東正幾號趕快離開 有 所以他沒有離開 所以因為我跟委員報告 在18號的時候 有四條船在那邊作業 還有七條船在那邊航行 所以我們接到這訊息以後 我們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的話 就是請海警署 考量附輿 派艦附輿 那第二呢 就是同時也請外交部 跟日本去教設 要不要干擾我們離船 在公海上的這個作業 不要干擾我們的海警署 另外的話 同時我們也請我們的電台 把這個訊息 這個傳遞出去 那請移民 這個要提高警戒 你反應那麼快 日本一通知 你馬上就聯絡海巡署 也聯絡外交部 也電台又廣播 多久的時間把它完成 這部分的話 就是分頭在做 分頭在做 是的 所以東正幾號是怎樣 被抓 沒有遵守 你 東正幾號的話 後來我們也發現 其他都 座位的船都陸陸去旅開 那一條船後來我們發現 還在裡面 所以我們唯有告訴他們 那我請教你的意見 那東正幾號 你的意思是 東正幾號沒有遵守規定 有告訴他 這個有風險 請他們 這個能夠 這個要避開 這樣一個風險 所以你有 你有明確的告知 我們的漁民 有風險 但是 我們這艘漁船 並沒有聽從你們的警告 所以造成今天的扣押事情 我們該 講的 都已經跟他們講過 你現在在這裡的意思就是這樣子 我想這樣 漁民的事情 我們都要盡力 你就把事實講出來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 當日本 日本來通知我們 他們的公務船 要來取締我們的漁船 那你有立刻 跟外交部 跟海巡署 甚至透過電台 廣播 也通知我們的漁船 要離開 該做的海域 但是這艘漁船 東正幾號 並沒有離開 所以造成被扣押事件 請問是不是這樣子 大致上是 好 過去啊 在沖織鳥礁 就發生過我們的漁船被扣押嗎 有 2005年跟2012年 是 是不是只有兩次 兩次 好 那這兩次為什麼我們的漁船 日本在2005跟2012年被扣押 為什麼 也是在 那個沖織鳥 這個200海裡以內 我們稱的這個公海的地方 日本稱它是 鑽水經濟水域 這是一個所謂的 對於 漁業資源主張衝突的一個 重疊海域嘛 我們的主張是公海 我們當然可以去啊 因為公海的話是任何一個國家 對那日本主張不是 其他的國家穿也可以 是他的經濟海域 所以過去啊 台日兩邊 應該就有默契 甚至到最後我們還簽了 漁業的協議嘛 兩件事情不一樣 因為台日漁業協議的話 但是因為 通知鳥礁 因為世代漁業 我們認定是公海 所以我們就不簽嘛 因為我們認定那個是 大家都可以去的地方嘛 就是認知上的不同啦 台日漁業協議的話 是針對台灣跟日本 中 經濟海域有重疊的部分 對啦 這裡我們認定就是公海 所以不是重疊的經濟海域 我們主張這裡是公海 我們台灣的漁船都可以去 對不對 好那我再請教 雖然發生東盛極耀事件啊 如果今天下午我們台灣的漁船 現在可不可以再到沖沖鳥礁去捕魚 現在啦 依國計法的話 我們船在那邊的話 有捕魚的自由 當然可以啊 按照我們的主張 雖然 剛發生東盛極耀的事件 我們的漁民被扣留 還要繳了好像六百萬的日幣 人才回來嘛 就算現在 下午 明天 後天啊 我們的漁船 每一天都可以去那邊捕魚 因為我們主張那個地方是公海 是不是這樣 對嘛 那日本的公務船還是會來啊 所以以後這樣的糾紛還是會再發生 那雙邊啊 也其實早就有建立 處理的模式 SOP了 是不是這樣子 他有 日本有日本主張 我們有我們台灣的主張 好 假設 有漁民又聽到你的講話 待會我們的漁民又到沖沖鳥礁去捕魚 可以嗎 所以現在我們的這個還是可以去捕魚 因為我們是公海啊 當然可以去啊 那日本公務船又來了 所以要去捕魚 那怎麼處理 要去捕魚 這次就捕魚啦 這次就不叫漁民走啦 那你們SOP到底是什麼 東盛集號 你是叫他離開 那我說 現在我在開一艘漁船去捕魚 你要派船來保護我 來捕魚 兩個狀況不太 有什麼不太一樣 你告訴我 有什麼不一樣 那個時候 我們海星署的船還沒有到 好 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的海星署已經快要到 好 有船的時候就護漁 啊沒船的時候咧 所以這個護漁的護漁的話 就是海星署會去做規劃 回答問題啦 我在那邊捕魚 附近沒有海星署的船 你怎麼護我 你怎麼保護我 那這個時候你怎麼處理 日本公務船在我旁邊啊 我們海星署台灣周邊海域那麼大 能有多少船可以護漁 這個時候 請問 怎麼處理啊海星署 那個 署長 我想移民是我們這個 輔導跟服務的這個對象 那他的權利 在國家立場上 你跳針啊 一定是要 你講話怎麼卡住了 你要重複 你應該回到東正吉這個模式 如果我們附近沒有海星署的船 那日本的船公務船又過來啊 要來驅趕我 要來抓我了取締我了 你應該還是就會回到原來東正吉這個模式嘛 你還是會請海巡署趕快去 請外交部趕快去跟日本照會 同時透過電台 透過任何的方式再請我離開嘛 是不是這樣 要注意他的安全啊 對不對啦 沒有辦法中的這個 這個船都還沒到 這個是一定要 要注意他的安全 所以這次的爭議啊 其實每一次的爭議都會建立一個模式 因為要為下一次的爭議做準備啦 這個糾紛啊會不斷發生 因為在我們的認定 那個地方就是公海 東正吉剛被抓走 我們的主張是 現在還是可以繼續去捕魚 公海為什麼不能去 對不對 那日本的主張也一樣啊 那是我200海裡的經濟海域 不能來 你來我就取定你 我就抓你 所以未來的糾紛啊 還會有啦 所以這一次包括這次的交涉模式 我們自己的處理 有沒有按照我們的SOP 都要處理好 如果照署長剛剛所講的 那這次的錯 是漁民漁船的錯了 因為 你們也通知他 請他離開囉 他也沒得離開 對不對 你的意思是這樣子嘛 所以我們漁船有 漁民有錯 剛剛提出來 已經有風險了 其實我們的漁民 也有相關的風險概念 這種有一點類似啊 你來我就跑 你走我又來 因為雙邊的主張就是衝突 就是不一樣 要護雨 如果我們有船在附近 在保護 那當然漁民就放心了 那你也放心 日本公務船也不會來 他也一定會看狀況 所以這次的交涉 其實有幾個 外交部 外交部在不在 來 來 你的外交 斡旋啊 外交部的交涉 日本政府怎麼答 我們有時間來 報告委員 我是雅協 副秘書長周學佑 日方目前會 跟我們為止緊密溝通 他們提出他們不同的見證 那你不要回答 你 給我講一些廢話 我跟你說啦 一般來講就是 我們會透過民間的關係 透過我們正式的外交管道 進行雙方的協商斡旋 窮盡一切方法 都無效 最後才有可能所謂派出軍艦 對不對 對不對 就我們這一次啊 我們這馬總統啊 就已經把軍艦給派出去了 所以整個模式 我們現在也搞不清楚 剛其實兩位書長講的 我們現在就有SOP 這個區域過去2005、2012 今年2016發生糾紛 以後也極有可能會再發生 所以我們有一定的模式 我覺得 你們要多努力啦 任何國家我們都要建立良好的關係 跟菲律賓也一樣 跟中國也一樣 跟日本也一樣 跟日本也一樣 我們要有所堅持 所以這次的外交斡旋 我不想你們是怎麼樣來回報給 國內回報給總統 所以到最後還派出一艘軍艦 我也不知道代表什麼意義 以後那個區域也列為海軍 護嶼的地方嗎 會不會 你們也不知道 我時間到了 好 謝謝三位 謝謝主席 謝謝林委員 接下來 請邱志偉委員發言 請邱志偉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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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管是維護主權 或者是保護娛權 我覺得是全民的共識 但立場要堅定 行動要一致 你如果立場不堅定 行動前後有不同的標準 那當然我們就沒有說服力 2005年 2012年 我們人船 在沖之鳥礁 被扣押的原因 跟這次被扣押的原因 有沒有相同 蘇弟五 有 一樣嘛 都是在所謂的公開 都是相同 那有沒有付訴訟的保證金 兩次都有嘛 所以 2016 這次發生事件 跟2005、2012是完全一樣 他們人船被扣押的原因 處理的方式 都一樣 好 2005 2012 漁業署做了什麼 我講這個 2005跟2012 兩個事件 發生的時間 是船都已經被扣了 我們才接到通知 是嘛 是 原因都一樣嘛 那漁業署有沒有 在請海巡署 為了避免類似的狀況 災發生 要展開賦雨 那兩次有沒有 我想 該做的事情都有做啦 所以你有兩種不同的標準嘛 日本立場反而很堅定 很一致 每次你只要 勸不聽 他就把你這個人船扣押 然後叫你付這個訴訟保證金 幾乎他們處理方式都一樣 這次發生之前 日本有沒有先給我們造會 日本有沒有先給我們造會 日本有沒有跟我們造會 我們是有接到 日本有先造會嘛 日本有先造會嘛 你有採取任何的通知的行為嗎 也有嘛 通知 採取三個方 所以我發現日方處理這個有一定的模式 他們SOP 而且都 確實按照他們一貫的標準在做相關的處置 反而我們立場前後矛盾 前後不一致 浩倫你現在我請教一下海巡署 委員好 這個巡護9號它有沒有武裝 有 有機炮 機槍 委員這個 有武裝 有 那農委會這個漁序2號有沒有武裝 沒有 好 海巡署去護漁 所以在一個月的期限當中 我國籍的漁船 都可以在日本所主張的 沖絲鳥他們認為的島 經濟海域200公里 200海里以內進行捕漁嗎 對 因為我們去的任務就是要護漁 所以 是 所以我們200多艘 常態性在那個漁場捕漁的五國級的船隻 都可以在一個月你們宣示護漁期間之內 在那邊沒有任何的這個憂慮的情況之下 可以進行捕漁 報委員 他不會一試200艘 對啦 我就說所有五國級200艘漁漁船都能夠在那邊 進行捕漁嗎 對 是 好 如果日方按照他們過去的這個行為準則 先跟你警告之後 先跟你警告之後 好 登船 把你人船扣押 那我們海巡署會有怎麼樣的作為 報委員 登船 你說不挑釁 對不對 對 好 不衝突 不衝突 對 所以既然他們立場很強硬 如果我們要在那邊進行護漁 你一個月 那一個月之後呢 你護得了一個月 那一個月以後呢 是不是還是面臨同樣的問題沒有解決 所以要有戰略思考 不是頭痛一頭腳痛一腳 你要從根本去解決去治本 怎麼樣把台日與全協定 台日與月決定能夠把它擴大到這個爭域海域 只要透過外交 透過談判 透過協商嘛 對 包括你這樣對 因為如果派艦去對峙真的是下策 真的上策像我們 那你現在是下策嘛 是沒有 但是下策我們還沒有那個 那你應該跟日本要求 我們針對這個爭域海域 是 來進行協商嘛 是 那同樣在那邊作業的船隻 包括韓國 包括菲律賓 他有沒有遇到相關的這個情勢 這個海巡署知道嗎 知道 這個 那個漁業署知道嗎 韓國菲律賓 有沒有遇到跟我國級的船 相同的待遇 那一邊的話就是說 台灣的船隻會多啦 那我還沒有聽到說有其他國家的船隻 所以三次受害的都是五國級的船隻嘛 南韓也在那邊作業 菲律賓也在那邊作業 他們都沒事 那你要去了解為什麼是我們有事 所以根本解決知道你要去回歸到外交 回歸到這個漁權的談判 協定怎麼樣把它擴充到這個爭域海域 這才能治本嘛 才能一勞永逸嘛 你護得了一個月 護得了一年嗎 所以這個護儀的這個行動就是 它是宣誓意義而已嘛 後面的意義就是要請雙方這個做下來 外交啊 外交要非常精緻要非常理性 台日有固有的邦誼 台日關係非常密切 不管是人民情感 不管是這個 從地緣經濟地緣政治 都是相當的密切 所以根本解決知道 你剛剛這個副署長你也說 上策是應該透過外交折衝談判 讓協議能夠達成 而不是說你說的所謂的下策 這下策是馬英九下令的呢 護儀是馬英九下令的嘛 那個副署長 這個漁業署通報我們就出動啦 每次都這樣 國安會議 你前兩次都沒通報 你要嘛你就硬到底 2005年2002年就是 漁業署通報你有沒有通報你 那一次沒有啊 那兩次都沒有 就是沒有通報嘛 那這次通報 這次是直接通報馬英九 馬英九跟你下令 那個2005年跟2000 這個 2005跟2012那個時候 那兩條船已經被抓了 我們才獲得通知的 那現在我們已經也被抓了嘛 那我們護儀也是被抓之後才去護儀的啊 那現在已經被釋放回來的路上 所以我擔心啊 如果日方的立場非常強硬 當然我們也不能太軟弱啊 那會不會插槍走火 這個副署長 如果他們強硬要扣壓我們人船 你的這個巡護警號就在旁邊 對 如果他開炮呢 你要回擊嗎 喔 發委員 我們原則上就不 就跟您報還 我們理性和平 但對嘛 如果對方強硬 因為他們一貫主張 他們是衝刺鳥倒嘛 所以經濟海域 這不是第一次發生嘛 前面還有兩次嘛 如果他對你開炮呢 你要不要回擊 公務船應該不會啦 不會有發生這種狀況 這不是你可以一定要 非超是在我的嘛 因為我秀書他們立場非常強硬 我們就採取對應措施啊 就開炮 那就武力衝突囉 那真是這種應該在公務局 那你的原則不是不回避 不衝突 不挑釁嗎 這種假設議題的啦 那你的原則設定就有問題嘛 我們是理性和平 不挑釁 不回避 但是我們到現場 那你要有不同的情境設想嘛 對 我們都有 這個都有 好 最壞的狀況 如果開炮呢 你回擊 這個假設議題啦 假設議題 假設議題 你要去設想可能發生啊 你不能說假設議題 來糊弄我啊 是 那我們也有我們的武力啊 我當然知道你有武力嘛 你會不會開炮回擊 我們現在 如果你要護的決心 你要貫徹你意志的話 報委員 我們現在的模式 跟你講 你不能忽強忽弱 不會 但是我們現在 現在模式的對峙期間 就透過外交手段解決 歷來 那外交部 那個 這個台日漁業學定的部分 漁業署有沒有請你們 跟這個日方 希望這個 進行一些談判 報告委員 關於台日漁業協議 是 台日間的重疊經濟海域的協商 那至於這個 日方在公海上片面主張及執法 這個當然其他國家 在公海上也有其他的作為 有沒有 漁業署有沒有請外交部協助 跟日方要求 針對這個爭議海域 來做協商 來做談判 事實上 在2005年 在2012年的時候 我們對日交涉的時候 就已經向日本提出來 就這個議題 建立通報機制來 來進行協商 那通報機制建立起來了嗎 目前日方在執法之前 事實上會事先來告知 所以2015、2012兩次事件 就有相關的通報機制 是經過台日雙方協議通過的嗎 事實上是一個不成為 這代表說你們有默契嘛 有默契嘛 對不對 食物上若干程度 不能明文的稱之為默契 那要叫什麼 食物上的一種做法的相互認知 相互認知 相互認知 你外交人員怎麼會有這種認知 可以你們兩個說了算啦 是這樣子嗎 事實上日方他目前的做法 是根據他的外國人漁業規制法 跟他的漁業主制法 跟日方有沒有針對這個正義海域 有經過相關的討論 你一定出於一個處理的原則嗎 有嗎 在實務上我們要求日方 來跟我們建立這個通聯的機制 這個通聯的機制 事實上我們也有派出 對嘛 這個機制嘛 這些機制是你們談判出來 所達成的結論嘛 所以漁業署在東京也有派駐人員 就這個問題都有跟日方 好 你這個機制不足以因應 未來我們還會遇到相關的問題 所以你要要求日方是不是 能夠跟台灣進行針對爭議海域 再進行這個相關的爭議的處理協商 正確方向 那你要去做啊 那當然 那做了沒 現在努力中 我聽你講我的 努力中到底做了沒 事實上我們一直都有就這個議題 對日方來提出要求 那這件事情發生到現在 有沒有跟日本要求要協商 有 我們在4月29號 我們外交部林部長同時也召見了日本駐華 早田幹部代表到外交部 來提出相關的主張 感謝委員 接下來有請莊瑞雄委員 江啟成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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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啟成委員不在現場 那接下來有請莊瑞雄委員 主席好 我请我们 约署署长 有请蔡署长 今天外交部的来了 外交部的 外交部亚东关系协会副秘书长 副秘书长 海巡署 还有海巡署 海巡署向来 拱副署长 拱副署长 我先请教一下 我们海巡署 副署长 副署长我请教 我们一趟从 台湾本岛 到冲之鸟这个地方 这个海域 我们一趟去时间多久 看着船数 假设是我们的复兴舰 我们的复兴舰如果三天半四天 三天半四天我们一趟多少钱 我们招一招 只要复兴舰去要开多少钱 这个请总局长给你回报 好 来 总局长 很致海 致海多久 很致海多久 那去一座要花多少 没有 复兴舰我们没有换算 但是以目前的巡物九号 这样一个月要花掉一万 一百七十四万 四千七百块 去一个月才花一百多万 对 因为那个巡物九号 它是巡域范围到一万五千海里 它是精进的航数 再航行的话就比较省油 而且它是用渔业用油 巡物九号是用渔业的用油 那如果福兴舰去呢 当天十八号 我们是派出福兴舰嘛 是 几点出发的 不是啦 不是啦 福兴舰 你们这都在拖时间啦 福兴舰你们十八个出的嘛 对 十八号去 是啊 谁下了指令啊 福兴舰约通报我们之后 我们就开始福兴舰进行整补 整补之后我们就估算当时的状况之后 福兴舰到冲之鸟 再回来这样一趟要花多少钱 福兴舰到冲舰 如果你们在吃米都不知道米家 不然你们也趁再算一下 要去那边多少钱都不知道 人员啊 运补啊 财油大概估算 如果这样抓起来花三百到四百万 三百万到四百万 有光有料 这件事情啊 本市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看法 外交部你注意看 这张图啊 那个海巡署 部长你也看一下 这张是在你们网站贴出来的图啦 对不对 你看那个十字那个地方 就冲之鸟 为什么画上白圈圈 为什么画上白圈圈 知道了 请举手一下 200海里 200海里 对 在我们中华民国的官署 海巡署的网站里面 你们所绣出来的图 冲之鸟 不管它叫岛还是礁 我们秀出来的 一看就知道 这个地方200海里是什么 日本的经济海域 我们一起对外在打仗 如果我们是主张日本 那个是冲之鸟礁 不应该有200海里的主张 不然你这张图你也快拿下来 外交部 本期这样讲可以认同吧 至少这张图 你要对外去主张 要先把它拿下来吧 那不是这样 海巡署 这个图已经拿掉了 拿掉了 什么时候拿掉的 还在啊 已经拿上了 报告委员已经拿上了 什么时候拿下的 早上 刚刚 丢脸 真的 对外要打仗的时候啊 把自己的装备要先盘整一下 我有一个看法 18号当天 我们派出了福姓件 福姓件贵董 三千来两千 福姓件 六百 六百的 我们派出去以后啊 既然一趟要花那么多钱 我们航行了多久 有没有到四百海里 三百多 三百五十几 八百 到冲之链是八百六 我说我们福姓件当 18号那天我们开了多远 三百五十六 三百五十六 开了三百五十六 再回来 四十二小时 就过去了 这张图啊 我请我们岳署署长上来一下 书长 中西太平洋一月委员会 我们什么时候签订 我们什么加入的 我现在记不太久 好像是二零 二年 二千零四 二千零四 在两千零四年 我们也完成国内法的一个法律程序 我们都已经完成了 也就是说 在中西太平洋公域 那个公海 这个海洋区域里面啊 他是一个责任的渔业制度 我们也去跟人家参加 2000年9月5号 在檀枪山通过的中西太平洋 高度回游鱼类种类 养护跟管理公约 本席办公室 也因为你们 会是我一张一模一样的图 我们也去说 日本在冲之岛 冲之鸟这个地方 200海里 我们现在是在干什么 对外打仗 主张乱七八糟 但那我不管 本席更关切 我的选区 小琉球这艘渔船 18号 你们出海了 走走走走 走到356海里 又回来了 42点钟过去 小琉球 渔会的总干事 还打电话给你们 质问你们 说为什么你们去 渔月署人员 就打电话给船主 说叫他回来 你们的解释是什么 你们的解释是说 那里有争议 虽然 那是公开 但是我们今年日本没有200海里 所以先陷阱一下 你渔月署 你也会跟渔民这样讲 本席认为无可厚非 就像你们讲的 你说好汉不吃眼前窥 可以这样主张 保护渔民这也是一个方式 可是重点是 我们对外去跟人家谈判 你们讲完以后 外交部 你如果拿一个账号 叫辉民给你付这 百七万 回到那里 我是不是可以在这边 请我们 约署署长 跟海巡署 跟外交部 这条百七万 你们三个单位 均分分摊 可以做得到吗 一个人不到六十万 你们三方全部都有过失啊 渔月署 你们告诉渔民 人家说 快跑 没回忍 但是渔民是告诉你啊 你们是叫渔民要小心 渔民跟你们的回答也很绝啊 潘信船主 船长也跟你们回啊 说 什么叫做小子啊 我才会判断 署长你应该很清楚这一段吗 你们是告诉他说 有风险 是啊 告诉他有风险 那船主是很明确回答你们啊 说可不可以抓 他也反而质问你们啊 你们说 只要不是十二海里 都可以啊 告诉他已经有风险了啊 对啊 有风险啊 这个时候该要避就要避嘛 是嘛 那总不能说 我的海巡署 这个物件还没到 没错嘛 你就硬跟他喷啊 啊对嘛 啊他也问你嘛 问你说啊 能够抓吗 所以 我一月十五就站在国家立场上 告诉渔民在那边可以抓渔是对的啊 啊所以说嘛 可以抓 啊他也听你的话去抓 啊你跟他说有风险 那也对 不然说基本啦 外交部你们如果处理不太好了 啊他业数你们的部分 嘿 有告诉他啦 啊可是 你们也不敢做出非常明确的一个判断 啊海巡署你也去一半 那折返 三个脚趁白白都说三文字 报告委员 报告委员啊 这条纸没落在啦 这个如果是付了这个钱的话 那我们政府就牵涉其中 不是啊 不是你们付啊 是你们赔啊 没有叫你们付啊 你们赔给渔民啊 你们赔三文字啦 那条纸送发生金 我知道啊 啊怎么办 一百七十万 啊你们就叫那个潘信传东 抱着棉被在那边哭 报告委员 事实上我们在民国101年跟103年 我们已经啊 透过我们已经告知了农委会 农委会也已经有公函 告知我们所有的地方政府 以及渔业团体 避免前往该地 有具有争议的海域来作业 那我想 我想这个 日本他片面的主张 我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那当然 绝对没有办法接受 对外 我们透过外交的管道 我们部长也在4月29号 召见了早天 我跟你说啦 对外啊 朝野一定都一致来支持你们对外的主张 感谢感谢 这是一定的啦 但问题是面对国人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就要追究责任了 所以 本席想请问的就是说 现在我们的总统 现在我们的主张 船舰也开出去了 你认为这样适宜吗 主席让他说我说我说我没关系 没完没了啦 你们很聪明的啦 你不要处理他冲一个个月啦 像几天政党轮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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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在那个地方不对 政府对外可以强硬 也该强硬 但是当人民无辜受害的时候 本席主张 外交部你做了不好 到出钱 海巡署 尽管开一半 烙袍回来 出钱 出三文钱 社交部 你们主管的嘛 对不对 体恤人民嘛 我们也跟我们老百姓说嘛 只要不是在十二海里里里里都可以嘛 我们也说那两百公里 两百海里 可以捏嘛 我没听到你们的位置 去红掌戏啊 公共本啊你们三个 这样做得到吗 没错 可以考虑一下吗 这个是表达政府的一个态度 如果政府这三个单位 他说 后来这一条八七万我给你 拿着 嘿 国际上搞不好 日本都觉得说 这台湾政府 有担当 可能要告他去 本来 输费的那样 人家这一条钱 你拿到辈子 拿到辈子 三个单位可不可以考虑一下 外交部 有可能吗 这个需要再进行开会协商 可以想一下 民国一百 之前的金德成号 上一次四百万你们带店 后来呢 我们那个收据是中华民国余协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 你们有多少变通的方式啊 所以也不是老板是老板 所以这一次想个办法 黑教授啊 你也想想想一下 别弄中 别弄中 避免招啦 好吗 我月鼠的话 告诉移民在那边作业的话 这是国家的立场 我月鼠没有错 没有错啦 没有错 钱 八七万叫的 现在 撩一条八七万 没有嘛 倒闻拌一下 海峻 没钱 命一条 因为我们的婦姻 我们只要是婦姻 而且我们很快就出动了 你还要闹拌 你还说 你闹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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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闹拌 你闹拌 你闹拌三八五十 你闹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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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个案子啦 那不跟你追究而已啦 那个谁叫你们闹拌的 那个谁下那个命令的都该要查清楚 时间到了 谢谢 感谢庄委员 那刚刚的临时提案第十六案 已经协商完毕 我们现在请宣读修正条文 报告委员会 修正文字 报告委员会宣读第十六案的修正文字 第十六案 有鉴于东盛级十六号渔船 遭日本扣押事件 已是台日渔业协定签署后 在该海域发生的第三起 过去曾有政府先行电付担保金的案例 原提案要求 容委会外交部于二周内 提出如何处理担保金的一致性做法 并送交经济委员会 宣读完毕 好 此案修正后通过 好 外交部有补充报了 好 请说明 外交部补充报告 有关于金德成那个款项 并不是由政府代电 政府代电这四个字 知识体大 那是当时呢 是我们是以电款的方式 收据开立的是 像日方抗议之后 日方开立的收据是 中华民国鱼血 所以如果是可以把那个字 改作不是政府代电 透过方式 没有政府代电 因与委员 还有刚刚的外交部成员 跟与业署协商通过了 所以如果你们觉得有意义的话 麻烦你们再提出这样子 好 接下来林德福委员 林德福委员 好 林德福委员不在现场 好 有请陈曼丽委员 主席好 还有现在我想邀请那个 就是我们的愉悦署 好 请蔡署长 你好 你好 我想就是说 我们现在在那个渔业的思维 过去大家都是放在这个 只是捕捞一些的鱼 然后呢 把它当成一个经济的作物 但是呢 我们现在看到国际上面呢 其实它都已经是一个 新的一个思维 包括就是在说 在去年的11月呢 那个欧巴马 他有签订了一个 就是说IUU 我想这个署长 大概也都知道嘛 就是说它是一个 违法不通报 或者是没管理的 这样的渔业呢 其实他们都 现在的观念都已经改变 所以他就签IUU 然后来宣示 他就是说 他是要打击 这个非法渔业的决心 那我不知道就是说 署长对这个部分的讯息 认为怎么样 我想全球对于IUU的这个渔业 大家都认为它是破坏了 这个渔业资源的永续 那而且会造成不公平的这种 这个竞争 所以世界上的所有的区信 连业管理组织 跟相关的这些国家 大家都联手 对于IUU的这个渔业活动呢 都设法要抵制它 甚至于呢 让这个IUU的渔业活动 不要再发生 是 谢谢 我想就是说署长 对这个部分非常的清楚 那我们除了欧巴马之外呢 我们其实也看到了 就是说 就是保育和渔业 它事实上 它是不应该是冲突的 就是说我们如果是说 能够把保育的工作做好 包括就是说整个国家 它是把保育当成一个 延伸的一个国力的话呢 其实这样子 可能会是更加的正向 那我们也看到 就是说除了这个欧巴马之外呢 我们也看到欧盟 欧盟呢 它其实在2010年呢 它也是有规定 就是说只要是 进口到欧盟的体系里面呢 它的这个渔业的产品 必须符合欧盟的一个规范 那当然欧盟的规范呢 它们也是朝向一个永续的 这样子的一个 渔业和海洋的一个利用 那当然就是说 哺乳 就是说海洋里面的一些的 哺乳类 它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需要去保护的 那我们也看到 台湾其实就是在 去年吧 我们就做了一个 我们有一件事情被国际上面都非常的在乎嘛 就是说我们的渔船 然后被举黄牌的警告 那我想说在这个部分呢 如果是说我们台湾还是朝向一个 就是说一直在捕捞 但是呢没有保育的观念的时候 我们可能未来就会被 其他的国家 它就会非常的唾弃 那现在呢我们其实也看到 就是说台湾的这个白海豚 台湾的白海豚呢 因为过去我们就是非常注意 我们的这个沿海的一些的 海洋生物的一个保育 那美国的NGO呢 他们也建议 就是说台湾的白海豚呢 也应该受到保育 也应该受到保育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不知道我们就是渔业署这边 是不是有掌握到这样的讯息 我想白海豚其实也 它的这个数量也越来越少了 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也引起环保方面的这种这个注意 那当然这样的一个 因为它栖息了这个水域跟渔业 还有其他这个工业的开发 利用还有海域的这个利用 确实是当中的话 所以你看到国际上面 他们都已经有注意到台湾的状况 如果台湾没有好好的去做一些的 正向的回应的话呢 可能我们以后也会有一些的 贸易上面的制裁 所以我们的这个外销 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我想是说 我们渔业署在做这些的 政策的决定的时候呢 可能也要跟其他的部会 或者我们经济部的其他的单位 就是我们也是要做这样子的一些的 讨论 那我想说这样子的话 可能才能够让我们的渔业 它是有发展的 跟委员报告一下 因为白海豚的话 它是野生动物保育法里面的 这个管理的这个物种 那在这个 那我想就是说 我们台湾其实还碰到一个 很严峻的一个考验了 就是我们的这个气候变迁 因为这个海洋 其实它这个海洋的渔业 是我们人类 很多的这个蛋白质的一个来源 那如果是说 我们对面对气候变迁的话呢 我们就是海洋 它其实也可以排放 或者是吸收我们的这个 释放我们的二氧化碳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说我们一直用一些 石化的一些的产品呢 它其实也会污染到我们的海洋 那另外呢 就是说我们台湾 如果说要面对未来的 这个气候变迁的挑战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也需要一些的 这个风能啊 或者是说这个洋流的能源 那我们海洋 其实是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我想这个部分 就是会跟我们的整个的 这个海洋和经济 还有就是我们跟气候变迁的 一个连结 那我们在台湾呢 我们会看到 就是说像我们的海洋里面呢 就是很多的这个塑胶的废弃物 就是石化叶的一个后遗症 那很多的小昆虫呢 其实也会受到 这样子的一个影响 那甚至透过一个 食物链的关系呢 这些也会进入到 我们的人体 伤害到我们的人 所以呢 我想就是说在去年 去年的COP21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那个 气候变迁的这些的国家们 他们其实也都在推 这个Bluefish的 这样子的一个行动 那我想这个部分呢 我们台湾虽然是说 没有在这个国际的系统里面 去签约 可是呢 我们对国际的系统的资讯 就是要不断的掌握 所以呢 这个里面呢 我们看到Bluefish呢 它其实是说 我们的企业和我们的政府 是要合作的 那这个的合作呢 是希望我们能够 不要用这个流刺网啊 这样子的捕捞的一个方式 然后才能够来 让我们的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渔村呢 能够受到一个好的一个 正向的一个发展 所以我就说 国际上面的影响呢 真的是还蛮多的 那我相信我们的这个渔业署 应该有掌握到 就是说像美国 他们也有一些的这个 法案啊 甚至他们有一些的单位呢 包括他们的这个海洋局啊 或者包括他们的能源局 他们都是要寻求 就是说气候变迁 和渔业 和保育 这样的三营的 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那我想这个方向 应该也是我们台湾 未来的方向吧 我想这个三方向的话 是完全全是 现在在推的东西 对 可是我现在是比较担心 就是说我们 因应气候变迁的话呢 我们台湾未来十年 我们的渔业政策 到底是怎么样去订定 那这一次的修法呢 其实我们就没有办法 看到我们的这个 渔业政策 它是有往这个方向去的 所以这个让我就是 非常的担心 那这个部分呢 我想今天可能 我们的署长 有看到这一个新闻的报道吗 他就是说 我们台湾其实也有好的例子 就是我们有一些的这个 在基隆有一些的这个巡守队 然后呢 他们就抓到了一些的这个 使用流刺网的一些的先行犯 所以呢 你就知道是说 我们的保育的东西 它其实是可以落实在 我们很多基层的地方 大家有这个观念 都会尽量去努力 那当然我们也看到 台湾的环保团体 我们都知道 那个妈祖是我们台湾人的 共同的信仰 很多人都会 都会去随着这个 妈祖的这个游行 或什么的 都会参加 所以我们知道说 这个部分其实是应该是 让我们大家知道 其实保育和这个 甚至宗教和渔业 它是可以结合的 那我想这个地方呢 本期就提出来 就是我们渔业的法令 不能够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那我们应该有一些 更前瞻的思维 我这边提出来五点 就是说我们希望 我们能够协助渔民 因为我们不是让渔民 都没有办法生存 那让渔民呢 它可以去富渔 那富渔的话 就会有这个资源 源源不断 还有呢 我们协助渔民 来加入这个蓝色的渔业 就Bluefish的这个部分 还有呢 我们的相关的单位 应该跟国际的合作 然后把国际的一些的 前瞻性的一些的 保育的做法呢 能够转移到我们台湾来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台湾的国际形象 也会提高 还有就是协助 我们的渔民入股 为什么我会提到这一点呢 就是说现在因为有 那个什么 离岸风机啊 或什么什么的 这些能源的开发呢 可能会再继续的进行 如果说我们让这个渔民呢 他有机会能够 开发他的一个 其他的这个 这个入股的这样子的 经济的效能的话 说不定他们对这个部分 他们就可以有参与 还有呢 就是说我们协助渔民 争取到这个 就是修渔的补助 就像我们有修根的 这个补助一样 然后呢 让我们这个 海上风机新建的期间 能够让我们渔民呢 他不要用流翅网 来做这个捕捞 然后呢 他也能够让我们 频临危险的一些的 这个渔民呢 他可能受到很大的保护 这个是我今天提出来的 我也希望给署长 做这样的一个参考 谢谢委员 谢谢委员 好 接下来有请黄国昌委员发言 非常谢谢主席哦 先是不是可以有请外交部 副秘书长您好 您也是司长嘛 对吧 副司长 报告委员 您也是副司长 对对对 我想要先请教一下 就是有关于冲之鸟 在这一次发生争议以前 我国政府啊 对于冲之鸟 它的属性 有没有发表过我们的看法 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在争执的 就是它到底是倒还是焦吗 在这次的事件当中 外交部的立场主张应该是 倒 没有错 应该是焦 没有错吗 这个容我用一分钟的时间 跟委员报告 没关系 1996年6月 日本国会通过了批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后呢 他们制定了专属 经济海域及大陆交层法 并从他们的临海基线外侧 画出200海里的经济海域 2006年的时候呢 他们在那个岛上设杯立牌 然后开始执法 之后呢 我们的隆隆二号 以及 隆隆二号跟这个 我们的金德成 都是因为在这个相关的海域 受到 遭到这个扣扑 那对于这个岛的属性呢 当时我们是向日方提出抗议的 所以这个争议是在2006年的时候 就第一次发生了吗 是隆隆五号应该是在2005年 2005年的时候就发生了吗 但是对 那后来到本事件之前 我们国家的政府对于日本 有没有再度的去强调 他不应该把它看成是一个岛 因为明显的违反了国际海洋法公约嘛 报告委员是的 那我们的政府有跟日本很清楚的表达这样的态度吗 表达了几次时间分别是什么时候 报告委员不管是事件的发生之的时候 之后或者是之后 我们都有向日方提出来 这个应该是在联合国大陆交层化界委员会 做出确定之后 我们政府会尊重那个决定 但是大陆交层化界委员会 它并没有对于南部这个地方来做出认定 我现在给你看一个带子 因为我们的政府的态度很重要 是 那你觉得我国的政府官员应该去主张 冲之鸟是岛吗 报告委员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它 这是交是非常明确的 是交吗 是 非常明确吗 非常明确的 我现在给你看一段带子 你放大声一点 音量没有开吗 从头开始好了 事实上世界上这类型的岛也不只有一个 像日本的那个冲之鸟岛 你有没有听到 你有没有听到 再重新放一次 很清楚 这个事我先跟你讲 这个脉络你应该知道 我们的马总统跑去太平岛 回来了以后开了一个中外记者会 他不断的去强调说 我们那个太平岛是岛 因为是岛 要确立我们在国际法上面 它是岛的地位 所以总统过去代表 他上面可以住人 这些事情都很重要 这个我们百分之百都赞成 但是我没有办法理解的是 我们自己的总统 在这个中外记者会上面 他为了要去正立 我们的太平岛是岛 他比赴援引的例子是什么 来再放一次 事实上世界上 这类型的岛也不只有一个 像日本的那个冲之鸟岛 Oki-no-Tori-shima 它只有八平方公尺的陆地 下面有那个 含珊瑚礁了 但是它露出水面就这么大 那更不可能有水 更不可能有植物了 它也要200海域的经济海域 同样的美国的一个 Kinman Island是在北太平洋 我们的总统在一月的时候 在中外记者会上面 处理太平岛 然后去援引比赴日本的冲之鸟 然后说它是岛 然后Oki-no-Tori-shima 鸟马你知道是岛吗 怎么会这样呢 报告委员 容我说明一下 这个总统他在里面的内容 他也有把这个英文 Oki-no-Tori-shima 他把它讲出来 那如果照日文来看的话 它全文写出来 应该是冲之鸟岛 这样念是没有错的 就好像绿岛 它是一个岛 不是不能讲说绿 所以可以说绿岛是一个岛 或者是一个礁 那Oki-no-Tori-shima 他如果有把这个英文讲出来的话 那当然要把那个岛一起讲上去 不然就不完整了 所以啊 他说因为是这类型只有8公尺 它不可能有水之物 它也要200海里的经济海域 没有啦 我现在 把这个事情提出来 我其实想强调一件事情 我们政府在国际的场合上 特别是这种中外记者会的发言 非常的重要 我们到底主张它是岛 还是不是岛 在那个中外记者会上 这样讲完了以后 那说哈 他到4月29号的时候 发生了这个事件的时候 他又再度强调说 好 这个是 交不是岛 好 我们全部都赞成这个立场 我现在下一个问题是比较严肃的问题哦 说 马总统说啊 可以评估是否送到国际社会仲裁 那对于马总统这样的建议啊 您个人以你在外交部的专业 认为他这样子的建议可行性高不高 国际争端的解决有多种方式 包含这个仲裁啊 提速仲裁 斡旋 各种方式都有 这个我了解 如果是这个仲裁的话 是要双边国家合议的前提之下 才能够完成 所以日本会跟我们合议吗 目前 要争取这样的条件的话 还要相当的努力 到目前为止 你们做了什么努力 目前我们国家立场非常的清楚 就是 这个冲之鸟 它是一个交 这个我知道嘛 这个我们在前面 Part 1 这个问题已经结束了 是 外长也已经在4月29号召见 这个刚刚你前面的委员答 其实你也答过 现在我很针对问题 就是 我们的马总统对国人 做了这样的宣誓嘛 那你刚刚事实上 有一点面有难色嘛 说这个还要很努力嘛 那我现在的问题很简单 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行政部门 针对于我们马总统 所宣誓的这项纷争解决途径 做了什么努力 你说好 有召见住日那边的代表 有当场跟他表示说 要求他们合议 我们来国际仲裁吗 事实上我们有 实施互与行动 没有啦 我现在又不是在问你互与行动 不好意思 我快没时间了 我们就是论事讨论 现在我现在 第一个是针对的是 马总统所说 要提国际仲裁的这个事情 外交部的立场 站不站成 你应该是赞成嘛 还是你反对 你如果反对 现在讲没有关系 如果仲裁前提可以完成的话 我当然赞成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 前提能不能完成嘛 马总统所讲的这个解决途径 以你在外交部的专业 前提能不能完成 非常高难度 那好 非常高难度 意思是你们会不会努力 上面只是当然要努力 那到目前为止 从他做的这个宣誓到现在 也一段时间了嘛 那我很具体的问就是 那你们做了什么努力 事实上我们 政府所发表的主张啊 及看法 我们都有跟日方保持密切的联系沟通 包括要求他们进入国际仲裁吗 有没有 有就说有 没有就说还没有做 目前还没有进入这个阶段 那有没有打算要进入这个阶段 还在研议当中 还在研议 不对啊 这个政策已经是我们的总统 以国家元首的高度 讲出来的话 具体实施方向 今天他说要仲裁 只有两个可能 一个是海牙嘛 但是我们不是海牙的缔约国嘛 所以那边没办法过去嘛 所以现在在谈国际仲裁 只能找第三方的国家来嘛 那个叫沃玄 对 找地方帮个国家来 前面有个前提 就像你刚刚讲的 因为这是仲裁嘛 所以日本要点头嘛 那我现在问的是 我们正式对日本提出 这样的要求没有 上位 为什么没有 是因为马总统提的这个方向 根本就不具有可行性 还是你觉得 总统做了这样的宣誓 只是随便讲一讲的 还是总统虽然做了这样的宣誓 但是外交部有完全不一样的评估跟看法 理由到底是什么 目前我们跟条约法律是 正在积极的言商当中 进度是如此 所以你们的方向是会 正式的以我们国家的名义 要求日本就这件事情 进行国际仲裁 是不是 目前尚未达到这个阶段 对 那我说方向上面是不是 还是你觉得马总统他 这样子讲 事实上可行性不是很高 所以不用太于理会 选项的方式是很多 但是我觉得具体的 那也就是说啦 马总统的这段发言 我可以把它诠释成说 他事实上跟我们 政府相关的人员到底要怎么处理 还没有达成一个成熟一致的看法 他就自己突然对外面这样子讲了 因为按照你的说法是 你们还要研译嘛 这样子做是不是适合 还要再磋商嘛 但是这个话是总统讲出来的啊 所以你的意思是不是 我们的马总统 但没有经过身私手力以前 就突然把这个话丢出来 所以你们现在要开始研译 总统指出了一个政策方向 作为行政机关 当然要做这个具体的 所以我就一直在往 这个政策方向走嘛 所以我就一直问你说 按照这个政策方向 你们是不是打算 向日方正式提出 我们来进行国际仲裁的要求 就是往这个方向走嘛 你如果需要时间的话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嘛 但是你不能跟大家讲说 我是不是要往这个方向走 我还不确定 我还要研译 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总统已经指出这个方向 内部就具体的实施 当然要进行研译 对 所以你们会往这个方向去实施嘛 具体实施的方式 当然要经过各项的评估啦 那不就是仲裁吗 你还要评估什么 仲裁也要取得对方的合议啊 对啊 所以我们就不断的在这边绕圈圈 要取得对方的合议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正式要求 向日本提出要求 跟我们进行仲裁 那你如果没有提出要求的话 对方要如何同意 提出要求之前呢 我觉得事先 双方也要进行若干的沟通 与协商 就是先问问看对方肯不肯嘛 先协商啊 对 那这个协商进行了没有 我想日方对我国的立场 都非常的清楚啦 他们也知道我们各项的主张 不是那你不是说要先协商 那我问你协商进行了没有 你又突然讲这句话 好像是这个协商没有必要 没有我没有意思要为难你啦 但是我想要知道说 你们现在前进的方向到底是什么 因为现在大家台面上面有好几种 各式各样不一样的方法嘛 那请外交部放心 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相信全国人民朝野一致 都是在做外交部的后盾 谢谢 但是我希望要知道的事情是说 外交部认为要谋定而后动 这个我也赞成 那问题是大家要知道 你们基本上前进的方向是什么 那否则的话 我们就一天到晚在原地这边打圈圈 对于整个争端的解决 一点帮助都没有啊 外交部对这个 其实三个方向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第一个是要求日方 应该尊重我们在公海上 我国及其他国家 在那个公海上的航行跟渔谱的权益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也要求日方就具体的事 具体的形式跟我们建立这个通报机制 避免这种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然后我们最后一点 我们要求日方承诺不要在这个海域 来扣补我们的渔船 我觉得 立即而明显 马上应该要做的 应该就是这个部分 刚刚你讲那三件事我都赞成 我百分之一百赞成 但是我们还是要担心未来 这个事情 这个争执的解决 刚刚你讲那三点 不包括我们总统所宣示的国际仲裁吗 那刚刚你也确立了 你会往这个方向去迈进 然后说内部要再研议 其他的事情都没有关系 针对有关于国际仲裁这件事情 外交部 接下来打算要如何着手实施的这件事情 是不是可以请外交部 研议到一个阶段的时候 让大家知道 我讲大家知道 也不是只是在针对我个人回答这个问题 我相信立法院里面的委员 还有很多国人 大家都关心这件事情 谢谢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请周成秀霞委员 周成秀霞委员 周成秀霞委员不在 我们现在请陈廷飞委员 陈廷飞委员 陈廷飞委员不在 我们请何欣存委员 何欣存委员 何欣存委员不在 我们请环文军委员 马文军委员 马文军委员不在 我们请Klas委员 姜奶新委员 姜奶新委员不在 我们请李艳秀委员 李艳秀委员 李雾骕委员 不在 我们请叶宜金委员 叶宜金委员 叶宜金委员不在 我们请正韵鸿委员 郑运鹏委员 郑运鹏委员不在 我们请吕玉玲委员 吕玉玲委员 吕玉玲委员不在 我们请赖世保委员 赖世保委员 赖世保委员不在 我们请徐国勇委员 徐国勇委员 徐国勇委员不在 我们请吴思瑶委员 吴思瑶委员 吴思瑶委员不在 好 那今天的这个委员不在场 那刚才我们在临时提案的第16案 第16案 外交部对于这个文字有意见 那刚刚的主席有财势 就是说要请这个王惠美委员 要再跟他沟通 那我现在可不可以请外交部 说明一下状况 外交部补充说明报告 刚刚有跟王惠美委员办公室 也有联系过 就是有关于第16案提到的 政府先行垫付 这个部分呢 我们修正为 政府先行 代为处理 以下都相同 以上其他都相同 好 那我们就修正通过 谢谢 好 那今天的登记发言的委员呢 除了不在场之外呢 其他都已经发言完毕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寻达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那委员 高志鹏和江启臣两位委员所提出来的书面的质询 我们列入记录 刊登公报 另外就是说书面质询还有就是说来不及答复的这样的部分呢 我们请相关单位于一个星期内 以书面答复并且复制本会 那委员咨询当中有要求提供资料 请提供给本会的全体的委员 那讨论的事项 所列的议案 答询结束 另定期审查 本日议程处理完毕 散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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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打赏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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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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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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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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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